人类进化的终点居然是恶魔 为了能够战胜恶魔 人类纷纷开始移植恶魔的心脏 这样可以拥有媲美恶魔的力量 最强大的人类战士移植心脏后 带领众人击退了无比强大的恶魔潮 直到我杀光了所有的七七恶魔 才发现世上还有八七恶魔的存在 我们原来一直都没搞清楚他们的实力 我带着愤怒和不敢死去 死后还遭到八七恶魔虐尸 却没想到再度睁眼 就穿越到了一个弱基少年的身上 此时我正听着教官讲课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居然穿越到了六十年后 在教官他们的认知里 七七恶魔已经是世上最强的了 我很惊讶不过并没有说话 教官也发现了我在出神 朝我走了过来 你似乎还没明白战士代表了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很犹豫要不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但会有人相信我是最强战士昂魔 教官得知我的名字后十分不屑 你也配合昂同名吗 连最基本战士素养都没搞清楚的蠢活 接着教官便抬手给了我一拳 我被打的脸都歪了 这个废物身体根本反应不过来 还好身后有同学接住我 教官只留下一句 接下来的考核会对你多多关注的 接着就让我们前往考核基地 接下来就是体能考核了 接住我的同学叫来 询问我有没有事 敢叫昂真是个了不起的名字 天才少女司徒留很不屑 以为取了同样的名字 就能拥有同样的实力吗 真是有够幼稚的 我看着拽拽的女孩气不打一出来 我叫什么名字关她屁事啊 难看我不认识她 只好给我解释了一番 司徒这个姓氏很耳熟 蓝就把我给扶了起来 这一幕被旁边的妹子用相机拍下 真是迷人的男性有意啊 妹子让我们不用管她 继续就可以了 蓝询问她是谁 妹子这才介绍了自己 她叫做永惠 是个不折不扣的扶女 被我们闪耀的出生激情给吸引到了 我跟蓝直接被她给沉没了 画面一转就到了考核基地 虽然我现在的身体很废物 但这种程度的考试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啊 第一轮是长跑耐力测试 我如闪电般冲了出去 一鼓作气拿下第一瞬便破记录吧 测试结束后我确实破记录了 只不过是最后一名 打破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长跑记录 第二轮测试是手臂力量爆发 我的手腕直接就扭了 再度成为了倒数第一 到了第三场腿部力量测试 我的身体好像是偏瘫的老人一样 不出意外又是最后一名 司徒刘都忍不住骂我是个白痴 还是趁早进场打螺丝吧 我跪在地上无比抓狂 居然是史上成绩最差呀 有会也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拍照 测试员告诉教官 像这样的可以直接淘汰 教官摇了摇头 虽然那个兽猴没什么希望了 但他有权参加第二轮考核 很快第二轮考核就开始了 这次是嫁接装置同步率测试 我终于等到了机会 60年前的我是最强存在 平均同步率稳定在96%以上 这个身体的体能虽然不行 但同步率是意志决定的 你们这群嘲笑我的家伙看好了 最强战士的同步率到底是什么境界 我换上了嫁接装置 在原地等待着测试 司徒刘的同步率达到了39% 已经是很逆天的存在了 同学们都在讨论 怎么才能追到这么优秀的妹子 司徒刘早就知道自己是天才 举手投足中都带有十足的自信 他走进了休息室才放松下来 刚才所有人都有看到我装插吧 真是太爽了呀 司徒刘你一定要淡定的 我不得不承认司徒刘确实扭 兰也感受到了他的气势 不过我为什么一点也不紧张呢 我表示已经习惯了 随着考核的继续 很多第一次接触嫁接的人 都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因为身体受到了一定的负荷 有些人无法承受痛苦会选择放弃 而同步率只要达到10% 就能够通过考核 友会测试过后 同步率也达到了惊人的30% 教官十分开心 这一次发现了不少好苗子 美女医生也点点头 这一批的新手战士素质总体还算不错 教官冷哼了一声 也有素质极差的存在 而这时也到了我上场测试 同学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我毫不在意他们的看法 战场上回收的恶魔核心有六种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 赤黄绿蓝四种 分别代表力量防御恢复敏捷 但代表患能的紫色核心 和代表世界 空间的黑色核心是极为稀少的 我把赤色核心装进了胸前的洞里 所谓的同步率 最重要的就是意志 意志的强弱决定了承受恶魔核心的负荷程度 随着一声嫁接成功之后 考核人员问我准备好了没有 我点点头 直接来吧 刹那间考核室就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司徒刘看到后都吓了一跳 竟然是他 我大声的怒吼着 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吧 蓝石分惊喜 昂兄弟真是深藏不露啊 考核人员已经呆住了 同步率在不断的飙升 瞬间达到了40% 我冷笑一声 老子曾经可是96%同步率的存在 我开始发起力来 给我再升高一点 同学们都已经沸腾了 纷纷大叫着不可能 就连教官也看猛低了 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同步率 此时我的同步率已经飙升到了80% 同学们开始怀疑装置出错了 我心里暗爽 我可是最强战士昂啊 要不是这个身子太孱弱 我的气势能直接让他们跪下 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差距 下一秒我的瞳孔快速缩小 整个人如同坠入万丈深渊 身体里的力量正在慢慢消失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力量为什么散掉了 只听见咔嚓一声 装置碎裂开来 而我也被弹飞了出去 身体已经附和不住了 考核人员也认为装置出错了 同步率瞬间下降到了10% 数据紊乱 教官却不是很相信 真的是装置出错吗 不过最后的同步率是10% 刚好通过考核了 同学们也放心了下来 果然是装置出错了呀 蓝快速跑上来扶住了我 你还好吗 司徒流也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城里有比自己还耀眼的存在呢 虚惊一场啊 我心里懊悔不已 早知道就不装差了 索性通过了考核呀 回到休息室后 我还想着刚当的事情 内心深处有东西抽空了我的能量 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明明我的意志 至少可以撑到80%同步率的 就算是这种低级别的核心 也不应该碎裂呀 这时教官走了过来 恭喜大家进入最后一轮考核 你们将要人生第一次面对恶魔 希望各位能安全通过考核 教官让大家可以前往考核去了 接着就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直接掠过教官离开 教官发现地上出现了一颗碎裂的核心 他好奇地捡起来看了看 便转头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他真是让自己很好奇啊 教官打算看看下一轮的考核 我又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画面一转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城门口 大家都在检查着行李 而我最在意的人是核心的问题 现在又给了我一颗完好的力量核心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刚迈出一步 瞬间就愣在了原地 脑海里不停地传来嗡嗡声 我感知到了附近的恶魔 还有不远处的山洞 堆满了人类的遗憾 一只杀戮成狂的恶魔正在等待着 他抓狂地大喊着 怎么会有比我还强的恶魔 我回过神来不敢置信 一瞬间内心好像产生了某种共鸣 这时司徒流过来问我走不走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赶紧让路给他 老师对着我们大喊 既然如此你们四个就一组了 友慧还以为这是我的组队策略 我刚想解释一下 司徒流让我别拖他后腿就可以 心里却有些窃喜 刚才还担心没人想跟自己组队呢 蓝拍拍我的肩膀 表示可以走了 友慧连忙拿出相机记录 组队成功了 老师给我们分发了道具 是作战匕首 以及小型的迷雾驱散装置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 只要进入迷雾道指定闪光处 插入装置驱散迷雾 狩猎无奇恶魔就完成了 墙外迷雾狩猎是新人 最后需要面对的恐惧 在这个被迷雾笼罩的世界 战士要面对的战斗 是潜伏其中的未知危险 想要成为战士不仅需要体格和资质 更需要不畏惧迷雾的强大心理 依靠团队合作来战胜恐惧 还要于场地内随机出现的恶魔搏杀 最后才能获得战士的称谓 城里的第二队长叫做达达 是个身材无比哇塞的辣妹子 他只对司徒留感兴趣 第一队长乔尔也觉得司徒留是可造之材 说不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 而教官吉耀堂则是第三队长 他表示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昂 第二轮考核结束之后 吉耀堂去查过那枚核心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达达敲了敲吉耀堂的脑袋 你在想什么 话说有确定恶魔等级吧 考核范围内必须只存在无奇恶魔 吉耀堂让他们放心 自己已经确认好了 不会有一奇恶魔的存在 这时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考核居然出现了天大的威胁 这位天才少女不仅颜值高 就连同步率也达到了惊人的30% 在这个与恶魔对抗的世界 同步率高的人才能成为顶级战士 反之就只能进场打螺丝 更有人在测试过程中 就承受不住暴体而亡 我上辈子是同步率96%的最强战士 没想到却重生成了一个兽猴 还在同学们面前因为装叉 身体负荷过大导致同步率只有10% 差点就过不了第二轮考核 就连教官们也不看好我 殊不知只有我才能带领大家战胜恶魔 此时轮到了我们上前考核 司徒流一把抢过了我手里的驱散装置 我还愣在原地呢 司徒流就快速地飞了出去 并让我们赶紧跟上他 我紧咬着牙关 这家伙这么喜欢出风口啊 但也只能快点跟上司徒流 司徒流真是老装叉饭了 无论到哪都要显摆一下 世家的底子真不赖 很快无奇恶魔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一个飞跃就挡在了司徒流的面前 这下该轮到我来装了吧 我一个人面对着好几只恶魔 只用了一招 便把这些恶魔打得四分五练 吉耀堂露出了赞赏的神情 已经很熟练运用核心的力量 我拿起了匕首 将恶魔挨个斩杀 并让队友们也快速解决战斗 司徒流不满我抢了他的风头 还用你说呀 有会的实力也不是盖的 杀起恶魔就跟切菜一样简单 而蓝的实力本就不容小觑 一拳就将恶魔打出58米远 树林都被恶魔砸出了一个大洞 作为本届最牛战士的司徒流 杀无奇恶魔如喝水 连续干掉十只都不带喘气的 上一世我杀了无数的恶魔 很熟悉恶魔的弱点在哪 所以不用浪费时间直取要害 但这弱鸡身体爆发力实在有限 得趁这个实战机会测试下躯体的能力 恶魔的攻击虽然不算很快 但我的反应速度还是太慢了 肢体协调也不太好 队员们看到我的操作 感觉我好像在耍恶魔玩 有会赶忙拿出相机拍下 这时队长们也注意到了我 这个男孩气势很不错呀 而且动作十分的老面 我不停喘着粗气 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身体连以前一个技能都用不出来 总而言之就是糟糕透了 我刚想上前解决掉这只无奇恶魔 就看到了面前有一个凸起 下一秒从地里钻出了一只恶魔 我瞬间被弹飞了 并且我们的周围围满了藤蔓 一场血色弥漫到了城内 吉耀堂大惊失色 居然是一奇恶魔 他马上让战士们回城 大家跑得连鞋子都不要了 达达和乔尔也快速飞往中心 打算解决掉这只恶魔 达达边跑边让大家快速撤离 你们到吉耀堂队长身边就安全了 而此时我面前的恶魔突然开口 一个人类怎么会有恶魔气息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一奇恶魔的压迫感很强 队友们全都呆在了原地 这和无奇恶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仿佛眨下眼就会被撕开 完全无法动荡 我知道现在的躯体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第一次体会到了 普通战士面对有奇恶魔时的压迫感 一奇恶魔伸出了手 算了全部带走 一奇恶魔射出四根白线 精准地命中了四人的额头 紧接着四人就倒在了地上 还好这时乔尔和达达赶到 你敢碰他们试试 恶魔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收回藤蔓卷起四个人 白白了明泪 直接就缩进地里不见了 达达看着地上的大窟窿 人奋力追了半小时后 彻底失去了恶魔的行踪 达达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一奇恶魔 吉耀堂从未马步过 这时吉耀堂也赶到了 孩子们呢 为什么停下来了 赶紧继续追啊 乔尔只好让他冷静点 伪计到这里就断了 达达觉得恶魔已经下潜到更深处了 吉耀堂蹲下身探查了轨迹 猛地朝地面砸了一拳 他此刻极度自责 都怪自己没有确认清楚 事到如今乔尔只好安慰他 先回城里想对策吧 达达拍了拍吉耀堂的肩膀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都不愿发生的 吉耀堂推开了达达的手 他坚定地站了起来 我要去更深处看看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牛叉 带领人类干掉了七七恶魔 被称为了最强战士 然而没想到的是 我居然穿越到了一个弱鸡身上 走一步路都得喘三口气 还好我的同步率刚好合格 才能参加第三次考核 不料在考核中遇到了一奇恶魔 恶魔直接把我们一队都掳走了 此时的我被恶魔带回了山洞里 我四处环顾想看清楚这是哪里 还好大家都活着呀 这是一只手出现在我身后 你居然能醒过来 我猛地回头看向一奇恶魔 恶魔淡淡开口 这么快醒来 你果然不一样 我对你很好奇啊 随即就猛地挥出一拳 恶魔掐住了我的脖子 你为什么会有我们的气息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鬼话 下一秒就浑身发光 正脱了绑着自己的绳子 我刚落到地上 就马上抽出了匕首 毫不留情地朝恶魔刺了过去 恶魔也兴奋了起来 又挺有活力的 我一个后空翻跳走 拉开了和恶魔的距离 如果是在上一世 我能马上切掉他的脑袋 我必须得救出三个队友啊 接着便快速朝着恶魔飞了过去 他属于红河恶魔 灵巧的关节能提供 更快速的反应和攻击 但因此关节处缺少了皮质保护 恶魔自信满满地发起攻击 没有用哦 这一招我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恶魔一找就穿透了我的肩膀 他根本想不到 这其实是我的寂寞 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机会 我抓住了恶魔的手 疯狂地攻击着他的弱点关节处 使用全身力气把他的胳膊泻了下来 恶魔愣在了原地 我露出了一抹冷笑 别小看我呀混蛋 我可是杀布无数只恶魔的人 恶魔已经被我被惹怒了 毫无理智地锤打着我 我被打得老血都吐出来了 更是被恶魔一招踢飞88米远 把山洞都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恶魔十分不屑地看着我 你知道我的弱点 但我是木系红和恶魔 恶魔的手臂又慢慢长了出来 我这才明白过来 已经过了半个世纪 恶魔也进化了 恶魔的状态已经恢复完毕 他对着我勾勾手指 我顿时就感觉到了万剑穿心的疼痛 恶魔抓着我的头 把我给提了起来 真是搞不清楚你啊 我没想到刚穿越过来就得死了 那他们也会死吧 和上一世的伙伴一样 也会死在我的身边吗 我非常的不甘心 但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恶魔发现我失去了呼吸 人类也太脆弱了吧 把他吃了应该能进化吧 恶魔张开小嘴打算把我给吞掉 我的身上猛的爆发强烈红光 就凭你也想吃掉我 没想到我这一丝精神 需要用在这个地方啊 恶魔感觉到了恐怖的气息 红光越来越亮 看到我慢慢在进化 恶魔已经不知道逃跑了 一阵光柱射出地面 方圆百里全都被点亮了 无奇恶魔们受到了十足的压迫感 差点就要暴体而亡 进化结束后我停在了半空中 我乃为一巴起 红河的最强存在 你们的亡 一骑恶魔害怕地发起抖来 我只说出了两个字 跪下 一骑恶魔的膝盖就自己跪在了地上 我冷漠地对着他开口 说出我的名字 一骑恶魔颤颤巍巍的 低下头说出了那个 他想都不敢想的名字 世界上唯一一个八起 赤王旗 我是世界最逆天的存在 上一世是顶级人类战士 同步率高达96% 带领着人类进攻恶魔潮 没想到却穿越到了一个弱姬身上 干啥啥都不行 还经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我的身体里封印着最强的八起恶魔 此时的赤王旗 缓缓落到了地上 终于出来了呀 一骑恶魔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赤王旗冷笑一声 出来了也是个暗无天月的地方 他让一骑恶魔回答自己的问题 自从自己消失之后 现在存在的王旗 还是那五个人吗 一骑恶魔赶紧回答 还是那五位王 没有变 赤王旗露出笑容 看来他们相处得很安逸啊 接着眼睛便刺出光芒 赤王旗大叫了起来 不停地发泄着自己的怒火 他们忘了六十年前 对我做了什么事吗 选择这个最强战士的人类身体 作为容器 没想到穿越后如此微弱 真的很失望 自己这最后一丝精神 也浪费在这种情况 之后想要再度现身 恐怕要到完全觉醒之日了 可真考验自己的耐性啊 要等这个最强战士 一步步感悟其的记忆 其实恶魔身上明显的突起 数量决定了等级 属于暗族的恶魔 想要长出新奇进化 则需要其的记忆 这是暗族独特的能力 也是实力永远凌驾 在其他种族之上的原因 而我此刻的身体 也和暗族一样 只是暗族需要蚕食 同等级的同类进化 而我需要夺射 高于我目前等级的暗族 这样才能感悟其的记忆 然后进化 赤王旗点了点脑袋 这也算是自己 送给昂的一份礼物 一旗恶魔马上表示支持 他会用一切来帮助赤王旗 成为赤王旗的左膀右臂 赤王旗的眼睛发起光来 冷漠地开口说了几个字 你不配 接着便轻轻伸手 杀掉了一旗恶魔 你仅有的价值 就是刚好成为 这个人类战士 觉醒一旗的记忆 赤王旗已经给我 铺好了第一个台阶 希望昂以后 不用让自己失望啊 他可是要靠我 一步步觉醒到八旗的 赤王旗慢慢消失在了 我的身体里 而我也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赤王旗重新沉睡 在我内心深处 到那时 他将会从沉睡中觉醒归来 画面一转 我做了个噩梦 醒来时已经满头是汗 一看面前 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山洞 到了城里的医院 蓝和有惠司徒留也过来了 看到我没事他们才放心 有惠凑到我面前 仔细打量了一番 你的头发怎么变了 我不明白他在乱说什么 自己也没注意到 面前的头发 已经有两缕变成了白色 我告诉大家 自己记得被一期恶魔 带进了山洞 吉耀堂马上拉开了帘子 几个队长出现在我眼前 让我告诉他们 在地洞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有些惊讶 其他两位队长怎么也在 达达表示我们四个 就是吉耀堂带回来了 乔尔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 是在一个地洞外的地面上 发现我们的 当时我们的状态全都是昏女 而且那个一期恶魔不知所踪 其他三人早就醒过来了 都表示没有地洞的记忆 唯独我一直昏女 还发生了某些变化 达达给了我一枚小镜子 我这才发现头发变了颜色 原来刚刚有会说的是这个意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只记得我被攻击之后 就失去了意识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不清楚 难道我要把穿越的事情 告诉他们吗 会很麻烦 而且他们一定不会相信的 所以我只好表示 自己也不太清楚 只是迷迷糊糊醒过来一瞬间 然后又昏睡过去 吉耀堂紧紧皱着眉头 是自己想太多了吗 可是自己在地洞墙上 发现了血迹 那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乔尔得知我也骄傲 和最伟大的战士同名 底子较差不过 和恶魔战斗时很冷静 之前就战斗过吧 我马上说没有 只是之前分析过恶魔的弱点 达达觉得我是个理论派 可以好好培养 不过我现在最关心的还是 我的战士考核成绩怎么样了 有会告诉我已经通过了 而且我们四个人还是一队 拦挠了挠头 因为这次意外也算有缘分 吉耀堂队长就把我们分到一起了 司徒流告诉我团队已经落下很多了 需要接任务累积积分 但因为我昏迷了三天 所以我们的小队现在还是零分 这个男人究竟有多牛叉 本是最强人类战士 恶魔看到他都被吓得大小便失敬 他也被被所有人类封为最伟大之人 却不料穿越到一个兽猴身上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然而没想到的是 世上唯一的赤王奇居然沉睡在我身体 并且给我送了一份大雨 只要我能夺涉高于我等级的恶魔 就能够不停地进化 此时的我终于正式成为了战士 能从一期恶魔的手里平安归来 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了 我们四人的小队属于吉耀堂管辖 他很希望我们能脱颖而出 我发现现在战士的规矩 可比我们之前要麻烦多了 蓝巡问我是不是没听过小队积分榜 司徒刘也不耐烦起来 我们现在都排行垫底了 别拖我后腿啊 吉耀堂健壮解释了一下积分榜 每个小队可以通过接不同的任务 来获得积分 每个月三个队长手下排名最前的两个小队 可以参加小队对决 并且第一名有奖励 队长手下的最后一名小队 就会被惩罚去洗马斗 我们小队由最强的司徒刘担任小队长 大家都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我有些不爽 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司徒刘心里暗手 大声说自己会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我们便决定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任务 吉耀堂让我们有什么事再去找他 随即就离开了 司徒刘刚打算去任务场看一下 就被友会给喊住了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司徒刘还以为自己忽略了什么 这样自己的完美光环不就没了吗 然而友会确实拿起了自己的相机 我们要拍一张正是小队的集体照啊 司徒刘直接无语了 我笑着对他们开口 我觉得很不错 随着咔嚓一声 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只有司徒留一脸高冷 另一边 几个队长集合在了一起 吉耀堂觉得那天的事情很奇怪 地洞附近的无奇恶魔拳都暴体而亡 里面还有恶魔爆裂过的血块痕迹 乔尔知道他是怀疑四个孩子弄的 吉耀堂点了点头 我怀疑那个叫昂的孩子有古怪 自己在他身上总是能闻到味道 一股说不出来的熟悉的臭吻 达达一把抱住了吉耀堂 堂堂想多了 孩子们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可别输给我培养的小队啊 乔尔表示可以先观察 到时候察觉到一样再说吧 此时我们来到了人物版 这里有三个一级任务 都能获得十级分 有会告诉我 这估计是最困难的三个 司徒留仔细看着没有说话 一级任务的十级分确实很诱人 但比C级是最稳妥安全的 我刚想开口说话 司徒留毫不犹豫走到任务版面前 一把撕下了那三个一级任务 那我们就全都接了 来到了任务地点 我换上了新的装备 背后马上长出了翅膀 这就是内米 过了六十年 果然内米装置真的先进了很多 我们四个人已经全都准备好了 目标是两只无奇恶魔 只要一口气击败他们就好 司徒留大喊着让我们按照计划散开 我们四人一人一个方向 快速地朝前面冲去 两只无奇恶魔不停朝我们怒吼 司徒留明白不能打持久战 毕竟手里还有几个任务要完成 蓝仙上去阻断了恶魔的视觉 我和友会负责破坏恶魔的行动能力 最后由司徒留华丽地上前结束这场战斗 我们几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司徒留已经要爽翻了 这次自己也很完美很耀眼了 友会插入驱散装置之后 这片区域的迷雾慢慢散去 蓝擦了擦头上的汗 终于搞定了 这可比考核的时候难多了 两只恶魔抱了一个红色的核心 友会十分开心地捡了起来 司徒留依旧端着架子 各位辛苦了 我查看了任务们 现在的设备真够高级啊 完成了会自动销毁加积分 友会看了看剩下的两个任务 分别是捕获三只活的无奇恶魔 和获得十颗无奇恶魔的核心 友会不由的惊夫出生 这也太难了 无奇恶魔的核心我们打了一下 才爆出了三个 蓝一直都是个乐天派 看来这段时间没那么轻松了 这时司徒留突然开口 自己说下任务计划 完成剩下的两个雷级任务后 继续接一级任务一口气冲到最前面 他本是最强人类战士 却穿越到了一个废材的身上 因为实力太过于差劲 遭到了同学们的哄唐大笑 但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我体内沉睡着一只八气恶魔 只要我能夺射高等级的恶魔 就能不断进化 可即便如此 我们的小队还是最低分 差点就要被派去洗马桶 为了快点获得积分 我们把一级任务全都接了下来 必须得一口气冲到最前面 我这个早已年过半百的老人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都莫名其妙变得年轻了起来 争取在日落前再完成一个任务吧 出发吧各位 四人缓缓地朝下一个任务地点走去 两个小时后终于完成了第二个任务 活捉三只无奇恶魔 司徒流皱紧了眉头 捕捉无奇恶魔用的昏迷弹也用完了 分配给每个小组的道具还是有限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司徒流 司徒流只好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内米合成的对恶魔麻醉枪 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新手武器 我没想到现在捕捉恶魔 都可以使用麻醉了 上一世我们只能单纯用蛮力把恶魔击婚 蓝觉得能在弹药用完之前 顺利活捉就已经很好了 为了活捉三只无奇恶魔 大家不小心干掉了恶魔群了 有会伸了个懒腰 战士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城里 这可是死规定 所以我们先回家吃饭吧 听到有会的话我有些愣住 还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有没有家 司徒流表示自己也得早点回到场了 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下一秒一个炮弹就飞向了我们 司徒流还没有反应过来 面前的恶魔就被打死了一只 接着几声枪响 恶魔全都死在了地上 这个任务我可不能让你们完成 蓝大喊着到底是谁 一个小队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你们就是将一级任务都领了的小队吧 红毛男十分愤怒 那可是我们要接的任务 谁允许你们接了 我皱着眉头询问他们是谁 红毛男表示他们的小队叫做黑枪 也是我们的前辈 接着便对着我们开口 你们作为新人小队 似乎还没跟作为前辈的我们打招呼呢 而且还擅自接下所有一级任务 是不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司徒流看着死亡的无奇恶魔 心里充满了愤怒 这是大家辛辛苦苦捕捉的恶魔 红毛男还在嘲笑着 你们队长还不知道带队员上来问好啊 司徒流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飞身上去 抬腿就给了红毛男一个扫堂腿 红毛男没想到他居然敢对前辈动手 真是没教养 司徒流在拳头蓄满力量 你也赔成为前辈 蓝和友会赶紧上来拉住司徒流 先别冲动啊 他们毕竟是前辈 友会试图跟他们讲道理 他再次点燃司徒流的怒鼓 让他队长的脸面往哪搁呀 蓝一直安抚着司徒流 并让我去跟他们说说 我直接飞速跳了过去 纵身一跃到了红毛男的头上 紧接着一拳打了下去 红毛男被我打飞了18米远 他的队友也紧张了起来 我不懈地看着他们的队伍 老子从来没听过这么混账的话 知道我们花了多少精力才抓到恶魔吗 司徒流默默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红毛男已经被我一拳干猛了 你居然敢这样对我 他对着自己的队友大声喊道 黑枪全体准备战斗 他的队友们马上摆好了备战姿势 我们自然不会害怕他们 那就奉陪到底 就当我们准备开始战斗的时候 吉耀堂队长赶了过来 你们真是胡闹啊 于是我们只能暂时停战 看来是打不起来了 我还想看看年轻一辈的战士 是什么水平呢 吉耀堂看着我们十分愤怒 一群不知死活的小狗 就要日落了还要打得闹呢 你们是想成为恶魔群的食物队吗 男人的任务被对手破坏 小队即将面临着被淘汰 为了完成任务 他夜晚独自去击杀恶魔 却没想到迎来了两只一齐恶魔 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还差点连累了队友一起去死 下午的时候 黑枪小队跟我们杠上 还好吉耀堂及时赶到 告诉我们天要黑了禁止斗 黑枪小队倒打一耙 告状说我们先动手 司徒留十分不满 我们的任务原本已经完成 都怪黑枪小队破坏 本以为吉耀堂队长会为我们主持公道 但没想到他居然说竞争行为是允许 作为战士以后会面临更棘手的情报 吉耀堂队黑枪小队很失望 居然被新人队抢了一级任务 红毛男冷恨了一声 询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大声地将自己的名字报了出来 红毛男听到后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居然跟最伟大的战士昂同名 他不会轻易让我们获得激分的 红毛男的表情凶狠了起来 他要让我们小队这个月电底 接着指了指脸上的伤口 还有这一下自己必定加倍奉务了 随即就离开了这里 吉耀堂告诉我们黑枪队长擅长的是枪械 但刚刚我们比试中他没有事 如果都拿出实力的话 我们未必有胜算 司徒刘决定不想那么多 现在还是先回城镇吧 蓝询问我晚上要不要去他家吃饭 我马上就拒绝了 表示今晚还有别的任务 今晚我要独自活捉三只恶魔 夜晚我悄悄溜到了城门口 现在街道上已经没人了 等我完成任务也回家看看吧 我看到大门只立了一个禁止外出的牌子 还留有了一条缝 上一世我们才不会在乎是不是晚上 有时还专门组织晚上的捕捉行动 我利用上一世的暴力方式 捕捉三只无奇恶魔应该没啥大问题 黑枪小队铁了心要阻拦我们 那就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完成任务好了 下一秒我就看到了一个身影 这可把我吓了一大条 仔细看后发现是司徒刘过来了 司徒刘询问我大晚上来这里干什么 我挠挠头想找个借口 但看实在骗不过司徒刘 还是只能合盘拖出 自己想明天给大家一个惊喜 反正任务时间还没过不是吗 我让司徒刘别打我的小报告 我现在回去就好了 谁知司徒刘却说他加入了 计划是什么呢 此时的守门士兵正在打着哈欠 小胖子不明白为什么门要留条缝 反正也没人会在晚上出去 另一个士兵表示这是有原因的 几年前有几个人逃到城镇请求帮助 结果慢了几秒开门 他们就全都死在了恶魔手里 从那以后都会将大门流条紧急缝隙 两个士兵突然掏出了一本杂志 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 而我和司徒刘也趁着他们不注意 快速地溜出了城门 我们来到了一片迷雾树林外面 按照计划我引来怪物 攻击他们的头部 用暴力让怪物昏迷就好了 接着就走进了迷雾中 司徒刘在原地站着准备好接应 他有些恐惧 但更多的还是刺激和兴奋 必须要集中精神来 要随时准备接应那个家伙才行 我引恶魔的熟练成果 让司徒刘很惊讶 我每次都会让一只无奇恶魔落单 大大降低了活捉的难度 司徒刘感觉这种方式很刺激 也飞快地成长的 在我的提示下 我们两个配合得天衣无缝 同时对恶魔的头部展开了攻击 不断地让恶魔累积晕眩 这种在半个世纪前的纯暴力活捉方式 在今晚再次上演着 尽管过程相对顺利 但这种方式还是太考验体力了 我这个小体格还需要锻炼 司徒刘拖着第三只恶魔走过来 终于完成任务 就把他们放在这里吗 我点点头 无奇恶魔没什么智慧 这三只放在这里问题不大 而且他们一时半会也醒不过来 明天早上我们出来 直接提交任务就好了 司徒刘询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正想着借口怎么糊弄过去 突然听到了一道声音 终于找到你了 两只异奇恶魔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个人类果然有一样的味道 我和司徒刘顿时慌了起来 出现了两只异奇恶魔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的状态完全不是对手吧 男人和队友活捉了三只无奇恶魔 没想到却引来了战斗力强 我让司徒刘站在我的身后躲着 与此同时城镇里也收到了警报 三位队长火速赶来 我感觉到他们的目标是我 是因为重生吗 还是之前在洞穴里发生什么事了 司徒刘在我旁边开口 要一起战斗 一起恶魔发出吼叫 你们还想抵抗吗 下一秒就闪现到了我们身后 打算先把司徒刘给杀掉 我赶紧把司徒刘给撞开 不然司徒刘就给嘎了 司徒刘迅速反应过来踢出一脚 却连恶魔的一根汗毛都碰不到 紧接着他就被恶魔的蓝线给缠了起来 完全动弹不得 我大声喊着司徒刘的名字 面前的恶魔让我不要分心 分心可不好 就在这时吉耀堂一拳起来 休想伤害他们 他和达达落到了我的身边 告诉我已经没事了 达达看了一眼两只恶魔的属性 现在得先救回司徒刘啊 被吉耀堂打了一拳的恶魔 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在城墙上指挥的乔尔发现陷入了僵持 便让防御枪炮待命 免得误伤了自己人 这是一个士兵前来禀报 检测到无数的恶魔朝我们涌来 是恶魔朝来了 乔尔紧咬着牙关 拉响警报 城内所有战士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每个小队都到了城墙上集合 吉耀堂发现恶魔们是有备而来的 司徒刘让我们别管他了 先去支援城镇吧 恶魔觉得司徒刘很丑 一团水雾扶住了他的底 吉耀堂不可能放弃司徒刘 要回去就一起回去 恶魔朝着吉耀堂和达达发起了攻击 却把我晾在一旁 我没看懂这是怎么回事 恶魔突然对我开口 让我先过去吧 这下连吉耀堂都疑惑了 居然没有拦住昂魔 水系恶魔把司徒刘带到了一边 我顿时明白这是陷阱 想把我和队长们分开 我要冷静下来 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是他们的对手 吉耀堂也让我别跟过去 小心掉入陷阱 我站在原地犹豫不决 可是司徒刘怎么办呢 我想到了司徒刘的样子 这个眼神让人很熟悉 我怎么能不跟上去啊 我快速地奔跑起来 绝对不能抛下他不管了 水系恶魔把司徒刘丢在了树林深处 人类真是有趣啊 一起很好奇人类丰富的感情 听说人类在绝望的时候会尖叫求饶 他很想听司徒刘求饶 司徒刘瞪着他一言不发 水系恶魔这才解开了嘴巴的束缚 让司徒刘开始尖叫 司徒刘只是冷冷吐了几个字 你也配吗 自己出生五道是假 绝对不会对敌人低头 水系恶魔马上被司徒刘惹生气了 对着他的脸就来了一巴掌 司徒刘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心中恨极了一气恶魔 这时我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让恶魔放了司徒刘 水系恶魔哈哈大笑了起来 诱饵成功了 我询问司徒刘有没有事 司徒刘马上表示自己没事 但我为什么一个人来 快离开这里 水系恶魔听到后 狠狠踢了司徒刘一脚 我赶紧让恶魔别伤害他 我可以跟司徒刘交换 恶魔笑嘻嘻地走到我面前 你们两个都得死 我刚想对水系恶魔出招 他就直接撞在了我的身上 我现在的身体太弱了 无法反应这种速度的攻击 水系恶魔对我很好奇 我身上的味道和他们的一样 我看到了恶魔的水系元素 现在的恶魔真是越来越强了 我根本没法施展技能 再这样下去会死的 司徒刘在旁边看你 自己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他开始缓慢地蠕动着 而我也找到了机会 却还是被水系恶魔轻松躲过 他认为我在山洞击杀了一气恶魔 绝对不可能这么弱 我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一气恶魔把我给抓了起来 想要一招就把我给解决掉 我被他打飞了28米远 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把我的内脏都踢碎了吗 恶魔让我快点说出自己的秘密 司徒刘找了一块石头 不停摩擦着束缚自己的丝线 恶魔咧着嘴朝我走了过来 打算一口把我给吞掉 他感觉我能够让他进化 他已经凑到了我的面前 还好这时司徒刘解开了束缚 跳到了一气恶魔的身后 狠狠地把他给踢开了 司徒刘稳稳地落地 护在了我的面前 不准动他的队员 女孩为了拯救队友 强行震开了恶魔对自己的束缚 就算鲜血直流他也不会放弃 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是恶魔的对手 注定要死在这片迷雾树林里 司徒刘站在了我的面前 要杀队员就先杀他这个队长 恶魔的水系元素开始分裂起来 你可一个都不要躲开啊 无数的水针朝司徒刘起来 他用剑气挡住了这一道道攻击 我让司徒刘先躲开 司徒刘没有听我的话 他躲开了我怎么办 面前的水针司徒刘尚能抵挡住 但不料弟弟也浮现出了水针 司徒刘已经来不及躲开了 硬生生接下了这几招 恶魔快速地飞向司徒刘 伸手捏住了他的脖子 想战死吗 那自己非要折磨司徒刘 我看着恶魔抓住了司徒刘 心里非常的自责 重生一次又得看队友死在我面前 什么最强战士到头来 还得靠一个女孩保护 我胸前的核心突然碎裂了 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别说保护别人了 我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了红色能量 至少别再让我看着队友死在我面前 而我却无能为力啊 水吸恶魔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为时已晚了 我的攻击迅猛地朝他飞去 快速地从他手里夺下了司徒刘 恶魔一脸疑惑 仅仅是疯压就这么强大吗 我告诉司徒刘 他第一次做队长已经很棒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水吸恶魔慢慢靠近了我 他闻到我身上的气息越来越浓 果然有秘密 我身体燃烧起了红色火焰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胸口的力量不断向上蔓延 感觉要冲破身体了 我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吼叫 这时恶魔也看到了我的核心 他十分不敢置信 那居然是王琪的核心 我冷漠地看着面前的恶魔 你的死气到了 我的一期形态觉醒 此时跟吉耀堂缠斗的一期恶魔 也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力量 是同类吗 趁恶魔分心的一瞬间 吉耀堂抓住机会轰了过去 达达健壮也高高跳起 一脚朝恶魔的脑袋踢去 两人的配合强盗致命 恶魔根本招架不住 胸口直接烂了一个大洞 一期恶魔彻底被惹怒了 他决定要自保 想要跟大家一起死 只见他跳到了半空中 对着吉耀堂和达达就要砸下去 下一秒就被一道攻击给打到了地上 是城墙上的防御枪炮出手了 恶魔潮已经来到了城下 乔尔不停地击杀着恶魔 但太多了根本杀不完 身体素质强如他也不免体力不支了 他只能下达指令 让吉耀堂和达达立即回城 吉耀堂知道城内很需要他们 但他们一走 司徒刘和昂就死定了 达达明白吉耀堂的心情 但他们不只是对手 还是一名战士 吉耀堂闭了闭眼睛 最后还是决定回去支援城镇 画面一转 水系恶魔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是一奇恶魔 为什么人类可以长出气 不可能啊 我冷漠地看着水系恶魔 这或许就是我重生的意义 让我拥有这恶魔的力量 然后改变这一切 我轻轻弹了弹手指 一股绿色的力量 瞬间包围了司徒刘 正在慢慢治愈他的身体 水系恶魔没想到我还是个木系 我隐约有了当时的记忆 之前吸收了一个木系一起 如果吸收了面前的恶魔 我还能拥有水系的力量 一股强大的威压袭来 水系恶魔被震得动弹不了 我露出了一个笑容 开始期待恶魔的力量 水系恶魔害怕地发抖起来了 我觉得这可真有意思 就连上一世我也没见过 原来恶魔也有这么害怕的时候 我凑到了恶魔的面前 让他全力攻击我 我想看看这副样子的我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力量 恶魔朝我甩出一招 询问我到底是恶魔还是人类 我灵活地躲过这一击 落在了不远处的地上 随手挥出一招操作元素 地上马上伸出了无数的树根 把水系恶魔给缠绕了起来 我的拳头上蕴含了木系的能量 水系恶魔不停挣扎着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很爽 对啊 就这样不停地挣扎吧 但我没想到的是 水系恶魔居然还有底牌 他只是用了一招分解 缠住他的树根瞬间碎裂 而他也快速地朝我袭了过来 水系恶魔发出了笑声 我根本杀不了他 因为我是木系 不能像他一样分解自身 为了变成最强战士 男人在胸口开了的洞 把恶魔的核心移植了进去 却在一次任务的时候觉醒 原来我身体里寄生了 最强的王旗恶魔 我只需要吞噬同类 水系恶魔一拳把我打飞 像我这种人类不懂恶魔的力量 我浑身萦绕着红色光芒 我确实还不明白 恶魔的力量能做到什么程度 不过我可是最强战士 我只需要不断学习 和熟悉恶魔的力量 我身上的光芒变成了绿色 浑身散发出木系的能量 水系恶魔看到后十分惊讶 这么快就懂了吗 我露出了一个笑容 我的学习能力很强吧 接着我便快速弹跳了起来 用树根缠住了水系恶魔的脚 对着他的头猛猛挥了一拳过去 水系恶魔的头骨差点被我打爆 和他的战斗我现在觉得有点无趣了 刚想一招解决掉他 水系恶魔快速分解自身 还嘲笑起我蠢 下一秒他就被锐利的树枝贯穿了全身 我当然知道他能够分解 但恶魔最重要的核心可不会分解 蠢东西是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太过于自信 水系恶魔这才看向自己的核心 核心被破坏之后 就算是七七恶魔也是死路一条 他的水系能力我就收下了 我把他的核心取出来之后 水系恶魔马上就化成了一滩水 我毫不犹豫就把核心捏爆 将能量送进了嘴里 让我变得更强伴 恶魔的思想正在入侵我的心智 吞噬完核心后 我看到了躺在不远处的司徒流 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就是将这个人类杀掉 我猛地举起了手 朝着司徒流就要攻去 却突然停了下来 我像是疯了一样 体内有两个人格在冲撞 我怎么能杀死自己的同伴呢 一定要带他回去啊 我让这个声音从我脑子里滚开 是王岐没想到 我居然能反抗他的意志 真是有趣啊 接着便继续沉睡起来 而此时城下的恶魔越来越多 甚至已经开始爬到城墙上 蓝发现司徒流和我都不见了 只有我们的小队还没到齐 友会刚想跟蓝解释一下 那两个溜出城的就是我和司徒流 一只恶魔就敲敲到了他的身后 还好蓝和友会的反应很快 先专心解决掉恶魔潮再说吧 达达和吉耀堂也赶了回来支援 乔尔担心地询问他们的核心状态怎么样 吉耀堂表示他们的核心损耗不大 战士的核心损耗越高就会越弱 还好他们的核心还算健康 达达不停地猎杀着恶魔 询问乔尔有什么打算 乔尔发现死了一只一骑之后 这些无奇恶魔的进攻性明显下降了很多 没有智慧的无奇恶魔知道死的恐惧 只要让他们恐惧就行了 乔尔让大家保持好核心状态 准备爆发一波 更加强烈的攻击袭来 吉耀堂和达达联手 让这些恶魔全都碎裂成渣 达达落到地上也有些累了 算上之前对一期恶魔的攻击 今天是第二次爆发核心力量了 吉耀堂想以这幅姿态一直杀戮下去 可惜的就是核心和身体有极限 乔尔的水系能量 爆发起来丝毫不比红核差 有会在城墙上看到这一幕 连忙用相机拍下 而兰则是皱紧了眉头 自己一定要成为这种水平的战士 三名队长杀了个痛快 恶魔潮开始恐惧起来 已经不敢再逼近城墙了 乔尔给战士们打了打气 让他们补充状态保持战断 城墙上的战士们都被捕舞到 大家信心满满地准备击下一波恶魔潮 乔尔还以为能够放松了 下一秒就瞪大了眼睛 有什么过来了 只见恶魔潮又开始涌动 一个散发着强烈能量的人走了过来 达达还以为是剩下的那只一奇恶魔 无奇恶魔全都跪在了一旁 烟雾散去后我的身影缓缓出现 三名队长的眼里全都是不敢置信 我直接落荒而逃 三名队长看到我抱着司徒流 也是惊呆在了原地 乔尔脸上冒出了冷汗 直接过来会被恶魔潮吞没的 果不其然 恶魔们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队长们刚想冲上去保护我 我只是安静地站在原地 淡淡地说了一声滚 恶魔们马上连动都不敢动 接着便跪在了地上 我大喊一声退 他们感觉到了我的实力 连忙离开了这里 队长们不敢相信恶魔潮就这么退 城墙上的人开始欢呼起来 他们胜利了 恶魔潮真的退了 一定是三名队长的强势攻击吧 吉耀堂听到这番话后 看了看乔尔和达达 真的是他们的原因吗 还是因为昂呢 下一秒我就坚持不住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吉耀堂见状赶紧冲上去 先救人 其他的回去再谈吧 画面一转 我的意识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面前传来了一道声音 半个世纪前我见过他一面 我瞬间想了起来 他是我当时看到的两个八旗之一 到底有几个八旗 赤王旗出现在了我面前 表示我以后会知道清楚的 而他是世上最强的八旗 我惊讶地看着赤王旗 并没有开口说话 赤王旗对我很是满意 不愧是最强战士 心智强大到足以反抗自己 赤王旗说他目前不会伤害我 我赶紧询问我的身体是怎么了 赤王旗开始不耐烦起来 问题好多呀 接着便分身抓住了我的脸 以后会知道的 至于我现在的身体也是他的身体 而他要沉睡一段时间 为了我们的安全 要辛苦我努力进化 然后无限接近完美的他 将会重生 我挣扎着爬起来 你们恶魔把人类当成什么 接着便举起拳头 我要杀了你 下一秒我就离开了幻境 扯着的刚好是司徒刘的衣领 而且还不小心把他的衣服给拉开了 我的脸马上红了一片 司徒刘狠狠揍了我一拳 来了吧 这是司徒刘的父亲司徒熏宫来了 我在昏迷期间肯定受到了他的照顾 于是赶紧行了个礼 司徒熏宫为人爽往大起 告诉我他们很感谢我救了司徒刘 大家都先休息吧 晚点一起庆祝击退恶魔潮 吉耀堂点点头 让其他人都先出去一下 随即三名队长就走到了我的面前 从战事考核开始 还有这次的恶魔潮 你都知道些什么 乔尔打断了吉耀堂的话 让自己来吧 即使是自己的队员也不可以犹豫啊 队长们身上散发出强大的威压 乔尔冷漠地询问我 你是恶魔吗 我被他们的话吓了一条 你们是跟我开玩笑吗 我和司徒刘可是一起逃生的 乔尔表示另一只恶魔 是达达和吉耀堂解决的 难道我一个人就解决了那只恶魔吗 说说是怎么带着司徒刘逃离的吧 我顿时就慌了起来 真的没办法了吗 我真的要在这里说出自己的秘密吗 他们会立刻出手击杀我吧 他们只会把我当成恶魔 毕竟我体内可是最强恶魔呀 乔尔已经拿出了武器 再不说他就要动手了 达达伸手拉住了乔尔 别闹了 只有四七以上的恶魔才能晃化人性 目前看来 昂也不会是四七恶魔吧 吉耀堂点点头 自私残忍的恶魔是不会拯救同伴的 但昂拼命把司徒留带了回来 自己是不相信他是恶魔的 乔尔也笑了起来 自己就是逗逗他玩 那么认真干什么 接着便说我辛苦了 他们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真的将一七恶魔击败了吗 我赶紧说其实我是个天才 三位队长直接被我承诺 我赶紧找着借口 其实我能吸取核心的大部分力量 暂时爆发超越现在实力的力量 我有些担心起来 他们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达达看了我一眼 相信了这番话 乔尔也觉得我是个天才 吉耀堂还有些怀疑 上次那个一期恶魔也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 由于身体承受不住能量突然暴涨 所以我才会晕倒 达达告诉我 他们队长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激发能量的 如果真的跟我说的一样 那我的确算是一个天才 吉耀堂凑到了我的面前 让他来试试我这个能力吧 如果我是天才的话 也让他解念一下 吉耀堂冷漠地盯着我看 现在就来阎武场吧 男人身体里沉睡着最强的八旗恶魔 却重生到了以恶魔为敌的世界 一旦被人们发现 等待我的只有死路一条 我用各种借口掩盖了过去 却没想到队长还是在怀疑我 并要求和我决断 想要检验一下我的能力 我来到了武斗场 知道吉耀堂心里有的故障 现在的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虽然他们那种能力对上一世的我来说 是基础中的基础 但这个身体根本无法运用 我要试着利用恶魔的力量吗 吉耀堂大喊一声朝我冲过来 我连忙弯腰躲开攻击 没想到吉耀堂居然来真的 达达在一旁看着也有些担心 大喊着点到为止就行 吉耀堂夸赞我的反应能力很不错 接着便举起拳头 表示他要认真了 吉耀堂一拳打在地板上 直接砸出了一个大坑 我伸手敏捷地躲避着 一不留神吉耀堂就来到了我身后 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这副身体完全无法挣脱他的前置 吉耀堂一脚把我踹飞了十八米远 乔尔有些看不下去 想要上前去阻止 却被打打给拦住了 吉耀堂不是没有分寸的人 再等等吧 吉耀堂垂了垂拳头看着我 你就这点实力吗 那可称不上是天才啊 我很讨厌被这么看不起 毕竟上一世 我可是被所有战士叫做王的男人 吉耀堂在我这里还算孙子呗 既然说自己是天才 不拿出点天才的实力是无法不关了 我紧紧咬着牙关 是是借用身体里那个混账恶魔的力量吗 我缓缓站了起来 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接着便朝吉耀堂走去 现在该轮到我进宫了 吉耀堂感觉到了这股强大的气息 顿时也有些慌张起来 我运用恶魔之力后 连胸口这种低级核心的同步率都沸腾了起来 乔尔也感觉到了我的同步率 他们这种小城镇不会真出了个天才吧 我的同步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 吉耀堂愣在原地傻看着 我好心提醒他别分心 接着就挥起了拳头 我来了 我这一拳狠狠打在吉耀堂身上 吉耀堂感觉到了我的力量 但没想到的是 刚才的只是阳弓 吉耀堂的反应速度也很快 马上跟我拉开了一个身位的距离 这小子的进攻很有头脑了 我快速地蹲下身子 给吉耀堂来了一个扫堂腿 吉耀堂直接摔在了地上 乔尔紧紧皱起了眉头 这家伙哪来如此丰富的格斗经验 就在这时司徒熏工来了 乔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 借他们的训练场一用 司徒熏工看着地上的大坑 你们管这叫小动静吗 不过自己倒想看看 这个跟最大战士同名的家伙 该如何面对吉耀堂的反击 我对着吉耀堂踢出一脚 却被吉耀堂直接抓住 吉耀堂捏起了拳头 想要一招解决掉我 我微微勾起了嘴角 是我抓住你了 随即一个翻身 用头狠狠地撞上去 吉耀堂痛苦地捂着头 忍不住怒骂起我来 你这个乱来的家伙 我表示人类的头骨很坚硬 但眉心却很柔软 吉耀堂队长接招了 吉耀堂也摆好了战斗姿势 这一次他不打算留手了 吉耀堂一拳把地板捶坏 烟雾顿时笼罩起来 既然如此 我就试试这股恶魔的力量了 我伸出手直接从迷雾中破除 飞到了吉耀堂的面前 场外的三人都看呆了 居然用吉耀堂的方式回敬了回去 真是惊人的学习能力 但这终归是吉耀堂的招式 他比谁都要熟悉 不过以我的学习能力 和前世的格斗经验 吉耀堂再怎么熟悉 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轰了一拳过去 却没有打到吉耀堂的身上 我告诉吉耀堂 如果一开始就进攻 我就讨不到便宜了 但眉心遭到重击视觉 在瞬间会受损 而我也刚好利用了这一点 这下你们应该相信我的话了 司徒勋功都看呆了 如果是这个少年的话 过许真的有可能 这时有会他们也走了过来 喊我们快点去吃饭了 当他看到一片狼藉的训练场时 顿时就惊讶了起来 你们都干了什么 我赶紧甩锅给吉耀堂 都是队长干的 接着还给吉耀堂找了个台阶下 队长一直在和恶魔战斗 对手突然换成我这种小个子 难免不适应 司徒勋功让大家都先去吃饭吧 看着我的背影他十分满意 不服输有实力 战斗智商卓绝且潜力无限 还懂分寸给吉耀堂留了面 司徒勋功喊住了自家女孩 那位年轻人不错呀 你对他有兴趣吗 司徒勋听到这番话 脸直接就红透了 人类进化的终点是恶魔 我前世身为最强战士 却重生到了一个废材的身体 不仅如此身体还被八七恶魔寄生 在这个以恶魔为敌的世界 如果我被发现就是必死无疑 于是我只能极力隐藏 却没想到武馆的掌门去看上了我 还想撮合我跟他的女儿 此时我们都在殉功掌门家里吃饭 他非常感谢我救了他的女儿 我拿着酒就要敬他一杯 马上就被吉耀糖一个暴力 成年了嘛就喝酒 我赶紧表示自己已经成年了 司徒勋公意味深长地看了司徒刘一眼 成年了好啊 司徒刘瞪着自己的老爹 脸忍不住红了 刚才没吃饭的时候 司徒勋公就跟司徒刘说 他很欣赏我 天赋和潜能都不错 如果是我的话 应该能让姿势甚高的司徒刘心动 司徒刘虽然觉得自己老爹的话很荒谬 但是想到我就他的时候 还是脸红了起来 司徒刘拉回思绪看着面前 队长们给大家解释了 我是怎么打败一期恶魔的 我有可以暂时爆发超越现在实力的能力 乔尔点点头 爆发确实很惊人 但还是需要更多的训练才行 否则他这副身体会扛不住的 我不能告诉他们 我吸收了两个恶魔的核心 拥有木系的恢复能力 所以就算这个身体负荷不起 也能快速治愈 我只好点点头 看来有必要加强训练了 司徒刘没想到我居然有这种能力 难怪能在那时候救下自己 一个月后 小队的积分榜竞争进入了白热化 司徒刘和大家商量之后 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就是以积分为赌博 挑战其他的小队 第一个目标就是黑枪小队 单挑一次十积分 红毛男戴上面具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次可没有吉耀堂队长来劝家 薪酬就愿一起算了吧 我们来到了对决场上 由司徒刘率先进行对战 红毛男表示他的副队长也是个妹子 两人对决刚好合适 对付我们已经是足够了 我微微勾起了嘴角 他可不是一般的妹子啊 有会拿着相机不停记录的 战斗正式开始了 司徒刘只想速战速决 把这十积分给拿到手 黑枪的副队长听过司徒刘的大礼 今天他可是要讨教一番了 话音刚落司徒刘就率先出击 直接冲到了副队长的面前 这速度让副队长吓了一跳 他的敏捷怎么赶上蓝河了呀 副队长完全不是司徒刘的对手 因为他们更擅长的是团队合作 一对一对他们来说是短板 司徒刘将能量注入了副队长的肌肉里 他马上就双手颤抖动弹不得 司徒刘看准机会 一拳轰了过去 副队长准确地接了这一招倒在地上 司徒刘不懈地看着他 司徒家最擅长的就是体术 接着潇洒的一甩头发离开队绝场 承让了 台下的观众都欢呼着 不愧是司徒家大小姐 红毛男看到这一幕都要气死了 这一次他要亲自上场 司徒刘表示这次得二十几分 来吧 我抬起手拦住了司徒刘 队长刚结束战斗就休息一下了 这场战斗让我来吧 这个女人自信满满地上决斗场 却被一拳直接干趴下 而打败她的正是司徒家的大小姐 司徒刘刚想继续挑战下一个 我就伸手拦住了她 这一次让我来吧 红毛男满脸不服 你这个废物还没资格 他只跟我们队长打 我冷笑一声 那你是不是应该先打败我 才有资格挑战我们队长 你连和我打的信心都没有吗 黑枪小队的人看出 这是很拙劣的激将法 但他们的队长还是中警 气势汹汹地对我开口 要把我打得连我妈都不认识我 其他三人皆是一惊 队长就这么上当了吗 来让友会准备好相机 忙要上场了 红毛男抬手召唤出了自己的武器 他已经换上了训练用的空气弹 不用担心受伤 现在的东西真是越来越高级了 我那会想要提升只能去战场上 我不懈地看着红毛男 那你可要瞄准一点了 红毛男看我这么自信 表示我可以使用任何武器 可别说他这个老队员欺负我 我现在的武器只有一把标配的小刀 上一世的武器不知道遗留在哪个地方了 我抬起拳头 表示只用拳头就可以了 红毛男皱紧了眉头 你竟然要用拳头 黑枪小队的队员们也很惊讶 红毛男突然大笑起来 我想空手跟他打是吧 现在的新手真的狂妄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挠挠耳朵 他话也太多了吧 红毛男认真了起来 狮子就算捕猎兔子也是全力以赴的 所以他绝不会手下留情 我点点头 你最好全力以赴 蓝在旁边暗自偷笑 如果他们知道昂一个人就打败一期恶魔 还在切磋中赢了吉耀堂队长 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司徒刘听到后皱紧的眉头 这家伙比自己还优秀吗 他又忍不住想起了父亲的话 脸蛋微红了起来 战斗开始后 红毛男没有立即开枪 而是用步伐来找位置 我没必要藏着掖着 反正三名队长已经知道了我的实力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拿下第一名 如果想要跟体内的恶魔对抗 我必须尽快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红毛男看我在原地发呆 赶紧抬起了自己的枪 他说了不会手下留情的 红毛男猛地轰出一炮 我稍微一偏头便躲开了 随即就闪现到了另一个地方 朝着红毛男冲了上去 红毛男赶紧换弹 打出了一发又捣弹 这种带着粘性的高速弹 连恶魔都躲不过 只要中了一发 其余的都会命中 我快速冲到红毛男的面前 使用水系躲开了子弹的攻击 红毛男后退了几步 我们两人的距离十分的近 红毛男扣动扳机 就要给我贴脸一击 这么近的距离没人躲得过 然而我使用了木系的力量 用藤蔓将红毛男的脚缠了起来 红毛男一分神子弹就射歪了 我趁机抓住了红毛男的枪 往他肚子上狠狠打了一拳 红毛男已经没办法 躲过我这一击了 直接摔在了地上 我踩在红毛男的枪上 摆出了一个帅气的姿势 二十分到手了 红毛男从地上爬起来 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输了 我们已经拿下了黑枪小队的三十分 我和司徒流的挑战 迎来了更多小队的关注 很多年轻的战士跃跃欲试 小队四人以积分挑战的规则接连应对 在篮和友会也顺利发挥的情况下 我们小队积分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攀升 在时间到达月底之前 我们直接登顶吉耀堂队伍的积分榜首 获得了最后决赛资格 他们本是倒数第一的小队 却从短短三天飙升至榜首 成功进入了最后的选拔赛 但即使这样还是被看不起 只因他们是新手小队 乔尔知道我们的小队拿下吉耀堂队伍第一后 也是非常的惊讶 达达觉得我们的方式很乱 居然用积分作为赌注来比试 吉耀堂不会去阻止这种行为 毕竟这是依靠自己实力夺得的 再加上司徒流的小队本来就不弱 蓝和友会两人也是很不错的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新手小队进入决赛 乔尔很期待这次的胜者 达达的第一名小队新花已经在等着 他们都很看不起我们这种新手小队 而乔尔的第一名小队闪亮 也是同样的想法 蓝队这两个小队很熟悉 在镇子里也是很有名气的 甚至听说下一任的三大队长 会从他们里面挑选 我无所谓的伸了个懒腰 那我们小队要加油啊 虽然我的身体依旧是个短板 但目前靠我的秘密能力 至少跟吉耀堂队战都不落下风 这次拿的第一应该不成问题 问题是奖励是什么 达达大声喊我们过去集合 新花小队的人凑到了达达身边 如果他们拿了第一 需要额外的奖励哦 比如去B级城镇买衣服 闪亮小队的人十分不屑 这就是你们伟大的目标吗 真是让人佩服啊 我们小队倒是期待能见到更高级的战士 两个小队的人差点就要吵起来了 乔尔不禁感叹年轻人真有激情 是要擦出爱情的火花了吗 司徒刘带着我们走到了决斗场中央 这次决赛分为集体赛和个人挑战赛 最后以得分停出第一名 为了提高大家的憧憬 达达提前把奖励说了出来 知道大家都心心念念 所以这次的奖励是不会让人失望的 乔尔大声宣布 这次的奖励是前往B级城镇学习一个星期 果然大家听到后都兴奋了起来 都想拿下这次第一名 友会也非常开心 到时候他要买更好的相机镜头 接下来就到小队队长来抽签了 我站在原地沉思着 穿越到半个世纪后 还是有很多没了解的变化 当时并没有城市等级划分啊 我们现在处于的是最低等级的城镇 是依靠战士实力和等级划分的 如果拥有三和四旗核心的战士 那就属于一级城镇 而判定这些城镇等级的地方 就是S级城镇曙光城 曙光城无比红弹 不仅拥有六旗核心战士 还有最强的七旗核心战士 那是人类最强战斗力的聚集地 我感觉名字挺响亮的 也不知道和我以前统领的城镇相比如何 还有那些可靠的队友 应该也全都不在了 蓝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 准备上场了 别不能发呆了 司徒刘抽到了第一场的签 我们小队跟闪亮小队对战 有会觉得我们要想一个拉风的小队名 万一以后打出名声的自爆家门也很帅气 我赞同的点点头 打完了我们开会讨论 闪亮队长看到我们这副蓝散的样子 还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司徒刘就由自己来对付 其他人各自寻找目标对战 比赛开始之后 司徒刘马上看出了对面的打法 单队单在实力悬殊的时候很有效果 但是可惜了 对我们小队来说突破队长是最有效的 分散队战最大的弊端是 如果队长落败 其他人会立即丧失斗志 我们默契地制定好了战术 那就是直接突破闪亮小队的队长 但闪亮小队经验丰富 很快就改变了战略 可我们一样选择先突破队长 我们保持好队性 先掩护了司徒刘 趁机打在了闪亮队长的身上 闪亮队长十分不屑 想把他直接拿下马 可别把他看扁了呀 这是我见过最自信的男人 只是一个刚觉醒的新手 就能打败教官 两个强队长不服地对我发出挑战 我直接就让他们一起上 此时我把闪亮队长打倒在地 他让我别看不起人 接着猛地跳了起来 手上捏着一记闪光 他猛地将闪光丢了出去 司徒刘的眼睛被刺得睁不开 赶紧转回头让大家闭眼防御 不仅司徒刘他们受到影响 就连他的小队也被刺到 吉耀堂询问乔尔没提醒过这种打法 会影响到自己队友的 乔尔表示说了好多次都没听 闪亮队长朝着司徒刘冲去 只要解决了司徒刘就可以了 他才不会理会什么司徒是假 就当他扬起拳头准备朝司徒刘杂局 我突然闪身到了他的面前 你没想过你的队友也会受影响吗 接着便高高抬起腿 重重地踹在了闪亮队长的肩膀上 闪亮队长被我打得后退机密 他看到我带了水行作战眼镜 可以隔绝大部分刺眼的光 我告诉闪亮队长 团战中把队友置于一旁的打法可不明智 这时光也消失了 司徒刘看到我出现在面前 满脸的不可置信 我朝司徒刘身后走去 要是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司徒刘表面冷漠 心里却觉得我还挺厉害的 随即就打算快速解决掉闪亮队长 闪亮队长看他还敢冲上来 正想再给司徒刘来一发 却发现自己的手臂抬不起来 就在刚才被我给剃断了 司徒刘猛地朝他肚子打了一拳 速战速决吧 接着疯狂地殴打着闪亮队长 而昂这边在辅助蓝和友会 连自己一程实力都没用 司徒刘大声开口 你们队长倒了还要继续打吗 闪亮队员们马上选择了认输 这场战斗结果在队长们的意料之中 打打紧紧皱着眉头 昂连能力都没使用了 接下来就轮到星花小队上场了 闪亮队长给了他们一个忠告 星花队长也知道不能轻敌 开始认真了起来 比赛开始之后 星花就告诉自己队友们 按照之前的训练方式 绝对不能打乱阵型 蓝将所有的力量都灌入手中 猛地朝地面打了一拳 整个地板都被打出一个大洞 有烟雾的遮盖 我可以偷偷使用一下能力 用木系能量将星花小队捆了起来 蓝抓住机会 快速地冲了上去 但星花小队反应也很快 赶紧绕开并集结起来 友会和司徒刘和力给了星花队长一击 星花队长想请求队友支援 队友却被我和蓝给缠住了 他的队友们完全不是我的队友 我一拳就打倒两个 星花队长这才想起 他没放在心上的忠告 那个叫做昂的 才是他们小队里最强的 他串联起了整个战场 友会好心提醒星花队长不要分身 星花队长十分不屑 那又如何 自己可是敏捷戏 友会闪身到了星花队长身后 他也是敏捷戏偶 友会一个剪刀腿 就将星花队长的脖子给夹了起来 这场战斗也结束 接下来就是个人挑战赛 可以任意挑战其他队伍的成员 闪亮队长和星花队长同时开口 他们都要挑战我 吉耀堂表示个人赛只能一对一 你们谁先上吗 吉耀堂刚说完我就开口了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省得浪罪我时间 我的身体里沉睡着最强八气恶魔 稍有不慎恶魔就会倾障我的心智 但还好我的意志力太过强大 不仅把恶魔封锁在了身体里 还获得了恶魔强大的力量 就连城里的教官都打不过我 没想到居然有不自量力的人想要挑战我 我直接让他们一起上就好了 别浪费我的时间 两人看到我这么嚣张 表示一定会让我后悔的 达达宣布挑战开始之后 闪亮和星花队长联合了起来 他们两人猛地朝我扑过来 我一个闪身突破到闪亮队长的面前 跟闪亮队长一一一对着弦 闪光队长抬手捏起能量 把自己当做软柿子是吧 旁边的星花队长有些惊讶 这么快就进入计划吗 刚才闪亮队长找过星花队长制定计划 想到这么宝贝的东西 就这么交给自己了 闪亮队长点点头 那个昂狠不简单 为了去避急城镇他们必须联手 只要自己放出闪光星花就赏 而此时闪亮队长已经放出了五倍闪光 光芒刺的队长们都睁不开眼 这小子居然将那么多能量凝聚成剧烈闪光 看来是想速战速决了 有会还想录个视频呢 但光芒太刺眼什么也拍不到 星花队长认为我肯定失去视觉了 只要自己提高敏捷攻击我就可以 星花队长绕到我身后伸手举起拳头 这一击就让我晕倒 殊不知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计划 果然星花队长才是负责攻击的 看到我冷漠的眼神 星花队长愣在了原地 这家伙的眼神让人感觉被什么恐怖的东西拼上 要被拉下深海的感觉 我抬手召唤出了水系 水行光波把星花队长给包裹了起来 他戴着的特制眼镜也掉了下来 闪亮队长让他快点打人 不要再鬼叫啊 星花队长眼睛都睁不开 是自己在挨打呀 我一把将他们两个甩开 你们的计划要落空了 接着便一时二秒 将他们两个人全都打飞 吉耀堂的面前全是烟 看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便赶紧跳了过去 这帮小鬼可别出事了 下一秒就被我的气势吓了一大跳 我站在原地淡淡开口 结束了 接着烟雾缓缓散开 司徒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知道圣哲肯定是我 我的嘴角也勾了起来 队友们都非常开心 我是怎么在强光中反击的呢 居然还同时击败了那两个人 我赶紧找了个借口 说是抢到了他们的护目镜 有会连忙给我拍着照 真是太厉害了 而司徒流却皱紧了眉头 我总是给他一种 深藏不露的感觉啊 这时吉耀堂也走到了我们面前 宣布我们的小队是第一 我每次战斗都做得很不错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毕竟我可是最强战士了 再怎么样也不会输给这两个孩子 明天我们就可以前往B级城镇 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学习了 对战结束后 我们都要个回个家了 乔尔看着我的背里不由的感叹 如果他们使出全力 也未必能击败我 吉耀堂点了点头 他不属于这里 他会一直前进 达达知道吉耀堂 要带我们从地下隧道过去 让吉耀堂千万要小心 地下隧道虽然比地面上安全 但偶尔也是会有无奇恶魔钻进去 吉耀堂让达达放心 无奇恶魔来几只杀几只 而此时的地下隧道 一个战士慌张地逃跑 身后的恶魔直接追上去了 将战士撕成了皮肤碎片 地下隧道居然出现了一只二七恶魔 他已经残杀了58名人类战士 人类果然还是太弱了呀 男人击败了两个顶级小队 获得和队友前往B级城镇学习的机会 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收获极大的旅程 却没想到在地下通道遇到了二七恶魔 他已经残害了21名人类战士 此时我和队友们来到了地下通道 有会非常兴奋地拿相机记录着 还是第一次知道地下有这个 应该是老建筑了吧 吉耀堂点点头 告诉我们这地底通道存在的时间比他还要老 曙光之战后 无数伟大的战士陨落 精英战士数量断崖式下降 没办法大规模开拓领土和执行任务 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能量水晶数量开始急剧减少 由于缺少能量水晶提供巨大的能量支持 这曾经无比庞大的地下网络通道 也就慢慢被迫废弃了 这通道还是伟大的王安还在时建造 我听到后笑了笑 应该的应该的 吉耀堂听到后无语地朝我大火 你只是和王同明而已 又不是你的功劳 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道歉 司徒流也被我们给逗笑了 吉耀堂咳嗽两声 和他们在一起太放松了 现在紧张起来继续前进了 我抬头望了望这个通道 这个庞大的工程正是我当年提出的机会 不过吉耀堂有个地方是说错了 说是地下通道 这其实是巨大的地下城网络 当年不仅连通了各个大小城镇 而且还是最安全繁华的贸易路线 只是没想到 当年被誉为最伟大奇迹的工程 在我死后也被废弃了 恶魔核心吗 吉耀堂点了点头 可以理解成是恶魔核心的集合体 单个恶魔核心能提供能量给我们战士 按照此原理提炼了很多次之后 成功合成并提炼出了大型能量核心能量水晶 能量水晶可以给现在的城镇提供运转能量 相当于以前的电力 高级的城镇会组织猎杀行动 收集恶魔核心提炼成能量水晶 然后一级级地分发下去 这次带我们去B级城镇 不仅是让我们长长见识 同时也是为了领取分配给我们的能量水晶粪 友会也很好奇 如果城镇的能量核心消耗殆尽 没得更换会怎么样呢 吉耀堂表示会完全瘫痪 没有能量提供无法正常生产生活 城镇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和防御武器将形同虚设 最后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人们只能被迫放弃家园流离失损 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大家听到后都不再嘻嘻哈哈了 吉耀堂让我们不用紧张 目前的能量水晶还能提供三个月的能量 这次过去领取也是为了有备无患 友会做了一个鬼脸 吉耀堂队长说的怪吓人类 吉耀堂让我们做好准备 毕级城镇可是有很多精英战士呢 听说其中一名的同步率 可是达到了惊人69% 队友们听到后都惊讶起来 那也太强了吧 我心中非常不满 站在他们身后了 可是当年同步率稳定在96% 最强七七核心战士啊 友会看到一旁有个红色暗影 刚想伸手去暗影 就被我阻止了 这可不能乱暗啊 吉耀堂解释说这是紧急关闭暗影 是在出现最紧急的情况下 隔绝通道与通道之间用的 在最危急的时刻 保全其他通道和城市的应对方案 我还在想着最重要的功能 还能够保持使用 突然就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杀气 是从前面传过来的 而且有什么东西在不断接近 我马上就启动了胸前的核心 吉耀堂才感觉到了杀气 难道我提早一步就察觉到了吗 不可能比自己的鼻子更灵敏了 但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吉耀堂让全体准备战斗 地板开始出现了很多的血液 一个身影在我们面前慢慢显现 吉耀堂认出他是佩达城的战士 男人只看了我们一眼就倒在了地上 他强撑一口气告诉我们 恶魔潮袭击了佩达城 佩达城已经响起气城警报 听到这番话 吉耀堂的表情好像见到了鬼一样 任何城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才会拉响气城警报 那就是全城战士战死 我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这又是死伤了多少人 下一秒一道攻击下来 地上的战士直接被贯穿 速度快得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 战士被恶魔抓在手里 让我们快逃 接着便死在了我们面前 二旗恶魔癫狂地笑了起来 不杀光的话没办法交代啊 男人和小队只是出门执行任务 却在最安全的通道偶遇二旗恶魔 这只恶魔已经残害了108名人类战士 看到我们后还要将我们全都击杀 即使他再怎么强大也不是我的对手 只因我体内沉睡着真正的恶魔 只用一招就轻松取下他的手机 恶魔看到这么多人类兴奋极了 他要把我们全都给杀光 恶魔挥动着手中的武器 开始挑选第一个下手的目标 他露出了险恶的笑容 就决定是你了 接着便发起攻击朝篮袭去 以篮现在的实力躲不过这么快的攻击 还好吉耀堂队长及时闪出 用尽全力接下了二旗恶魔这一招 我们都被这强大的攻击波及到 二旗恶魔挠了挠头 觉得吉耀堂还蛮可以的 吉耀堂大口喘着粗气 二旗恶魔比想象的还要强 他没办法接下第二次这样的攻击了 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保护孩子们优先 吉耀堂一把抓过我的手 接着把所有的队友们卷了起来 带着我们快速逃跑 二旗恶魔看到后也赶紧跟了上来 吉耀堂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通过前面的门然后按下按钮 恶魔的速度很快 已经追到了我们的身后 我一把将吉耀堂他们推进了面前的通道 吉耀堂非常惊讶 我到底要干什么 二旗恶魔缓缓朝我走近 只是多活一回罢了 他说过我们都得死 我闪身躲过了二旗恶魔的攻击 接着便走到隔绝按钮旁边按下按钮 司徒流着急地想往我这边赶去 但门已经开始合上 我回头冷静地看了他们一眼 没有理会他们让我回来的话 随着门缓缓合上 声音完全被隔绝了 司徒流不停拍打着大门 吉耀堂想起了刚刚我推他实说的话 我让他保护好三个队友 于是便让大家冷静下来 我给大家创造了深的希望 所以绝对不能浪费 现在要立即离开 蓝和友会十分不情愿 那可是二旗恶魔呀 不能扔下我 司徒流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想要破开石门去帮我 但石门是由特殊材质制成的 能抵御三旗恶魔的攻击 所以什么都做不了 几人开始想着办法 回去通知队长们吧 吉耀堂摇了摇头 即使是达达和乔尔也不能保证了 吉耀堂突然想到了什么 这里还有一条路通往立即城镇布莱恩 大家马上行动起来 去布莱恩寻求他们帮助 选择了这条路的话 大家就一定要相信我是不会死的 此时我已经被二旗恶魔逼到墙角 二旗恶魔一口咬住我的手 却被我的武器给卡住了 我一脚就将二旗恶魔揣到一边 将体内的恶魔力量显现了出来 终于不用隐藏自己的力量了 恶魔看到后很惊讶 我是人类还是恶魔 我嘿嘿一笑 如果他刚才再努力点 或许我就要在大家面前变身了 不过现在 我只想要二旗恶魔的火属性 二旗恶魔感受到了我身上一旗的气息 但是气息比一旗的还要强大 不过看到我是木属性之后 恶魔又自信了起来 他的火属性刚好克制我 他召唤出火焰将我的藤蔓全都烧 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幕 二旗恶魔兴奋到了极点 他要把我吃掉转换成自己的力量 接着便吐出一个火球朝我砸来 我一个闪现躲开了他的攻击 随即朝二旗恶魔靠近 打算发起近身战 二旗恶魔十分自信 我这个木属性一靠近他就会自然吧 我火速转化成了水属性 一拳打在恶魔的身上 谁告诉他我只有木属性了 现在是我克制他了 二旗恶魔看到后非常惊讶 你一个人类怎么会 然而二旗恶魔话都没说完 头颅就被我硬生生给撕了下来 他的火属性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我身为最强人类战士 体内却沉睡着一只恶魔 八旗恶魔强大的力量封存在我体内 想缓慢侵占我的心神 却没想到这股力量为我所得 我只要击杀恶魔即可吸收他们的力量 成功进阶为更强大的战士 刚刚我将二旗火系恶魔击杀后 拿到了他的火系核心 但也吸引到了无数的无奇恶魔过来 我看着手中的火系二旗核心 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猛地将核心给捏碎 狭窄的地下通道顿时爆发出闪耀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通道 我对着核心缓缓开口 恶魔之火成为我的力量吧 火系的力量全都转入了我胸前的核心中 我张开双臂一脸轻松地吸收着力量 火系的力量迅速在我身体里面蔓延 我感觉到身体无比的轻松畅怀 接着突然跳了起来 尝试操控这股力量 我现在能感觉到体内那股热烈的火焰 正在蠢蠢欲动 我直接进化成了二旗恶魔形态 看向面前的无奇恶魔 这些东西真是无穷无尽啊 我记得火是这么用的吧 随即便抬手召唤出火焰 对着无奇恶魔们就烧了过去 恶魔们传来一声声惨叫 在我的熊熊烈火中领了河饭 一群畜生们 就用他们的惨叫来 慰藉在隧道中死去的战士们 我缓缓地朝着前面走去 离开了地下通道来到佩达城 佩达城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无数尸体躺在地上 一个B级城镇完全毁灭了 我缓缓地从战士们尸体旁走过 这是一次很高级别的恶魔潮 很多战士都是被一击必杀的 是木系恶魔干的 地上的大坑显示这是大范围技能 这种力量恐怕是三旗恶魔在虐杀平民 我越看心里越难受 这些恶魔太可恶了 吉耀堂队长说城里有两名三旗核心战士 我抬起头一看 两名战士的身体已经被刺穿 被木系恶魔的技能挂在半空中 我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心里全是对恶魔的怨恨 以及对同胞的心疼 我使用技能将两名战士放了下来 你们都是了不起的战士 随即便伸手把他们的眼睛合上 请安息吧 至少可以好好地休息了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你这个该死的恶魔想干什么 一体下手 他无法坐视不如 这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小子绝对不会相信我了 下一秒一只恶魔出现 直接朝男孩身上打了一击 我看到后快速地击杀恶魔 随即把男孩接了下来 城内居然还藏匿着无奇恶魔 我让男孩别说话 开始使用木系的能力帮他恢复 男孩强称地询问我 我到底是恶魔还是人类 接着便在我手里咽了气 是啊 我如今是恶魔还是人类呢 看着朝我涌来的无奇恶魔们 我心里突然有了答案 无论是人类还是恶魔 唯有一点是永远不变 那就是杀光所有的恶魔 我身为最强人类战士 却被八旗恶魔寄生 导致我变成了人不人魔不魔的怪 幸好我能转换恶魔的力量为自己使用 将八旗恶魔封印在了体内 无论我最后会变成人类还是恶魔 我都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杀光所有恶魔 此时城内的其他恶魔朝我涌了上来 我利用火系的力量轻轻松松将它们解决 原来火焰积攒到背部不仅会带来加速 还可以像磷粉一样洒出去爆炸 就是不能飞行可惜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如果将火焰注入恶魔体内呢 我高高举起了一个恶魔 然后将火焰注入它体内 再猛地将它往恶魔堆丢去 顿时间恶魔就爆炸开来 把周围的恶魔都炸死了 没想到可以当成恶魔炸弹 看来这些元素能量稍加思索 可以玩出挺多种发样 底下的恶魔看到我后 都吓得瑟瑟发抖 我可不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接着便猛地落到了地上 只用了0.1秒就将这些恶魔秒杀 原本队友们是很期待来到佩达城的 吉耀堂还要过来领取能量水晶 我们城镇的能量核心还能坚持三个月 可现在道路被关闭了 如果不将能量水晶带回去 城市也将陷入危机 我打算找到这里存放水晶的地方 发动了木系的能量之后 腾曼开始摸索着整个城镇 定位到了水晶所在的位置 我感知到了之后 便快速地赶了过去 在底下有微弱的能量波动 应该是被很好的保护起来了 我跳到地下室里面之后 面前的应该是 B级城镇的能源输送系统 还真是壮观啊 广博还在不停发出声音 请各位战士务必死守能量水晶 我走到了水晶存放处 眼前的一幕让我十分震惊 水晶已经全都被破坏了 战士全都倒在了地上 恶魔已经把水晶毁了 这几名战士到死都在拼命保护水晶啊 这是很有目的性的进攻 冲进这里的恶魔目标就是毁掉水晶 恶魔相比以前变得更加聪明了 看来这里已经没有完好的能量水晶了 我要去外面的基地寻找不及 如果吉耀堂队长他们也遇到麻烦 那城镇就要面临瘫痪的危机了 必须要在三个月内找到新的城镇 把能量水晶带回去 我前往战备街 开了一辆车出来 现在就要出发寻找新的城镇了 城镇之外的地方都是没有被探索 迷雾到了晚上会更加的浓郁 这些破败的建筑 之前也是生机盎然的地方嘛 现在或许是恶魔休憩的地方 我看了一眼地图 上面标记的下个城镇 是往这个地方走没错了 下一秒一堆木头就挡住了我的去 我及时刹车扭转方向盘 才没有被木头砸到 我下车查看了一下四周 想看看是什么东西 这堆木头上面有绳子 难道是有人类吗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出现拿枪指着我 不许动 你是哪个列队的 列队是不生存于城镇的人类战士 我无奈地皱紧了眉头 真是倒霉 果然是列队啊 我只不过是在沙漠里飙车 突然一万吨木头砸了下来 千军一发之际我赶紧跳车 还以为总算捡回一条小命 转头就发现被枪指着脑袋 女人大声询问我是那个列队人 我头疼的 在这里居然遇上了列队人 我表示自己不属于哪个列队人 只是路过的一名普通战士 女人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城镇的战士可不会单枪匹马来到这里 我肯定是银狼列队的侦察员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 不过一时半会很难跟女人解释 女人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子弹打在了我的脚边 你们这群恶魔都不如的畜生 自己落枪列队的伙伴还活着吗 我听不懂女人在说什么 但也能猜出这两个列队是敌对 我现在无法证明自己是战士 但你一直拿着枪怎么交流 女人听到后刚把枪给放下 下一秒就遭到了袭击 有其他人过来了 他们就是银狼列队的 女人被麻痹枪打到之后 倒在原地站不起来 银狼的队长走了过来 一把扯过女人的头 让她看看长什么样啊 将女人的脸抬起来后 一张漂亮的脸上满是愤恨 队长笑得乐开了花 上等货呀 带给老大之前他们先谢谢我 听到这番话我再也忍不住 对着他们俩就是一脚踢过去 我本不想牵扯进他们列队的恩怨 但银狼列队可真是一群圆渣呀 今天的心情很糟糕 趁我动手之前赶紧滚 队长看到我这样子被吓了一条 认为我是恶魔 我一下将对着我的枪口捏练 两次被枪口指着真不爽 队长害怕的发起狗来 我现在走他们就放我一马 我一脚就将他给踢飞 看到我有核心 队长开始怀疑我是人还是恶魔 我将手中的枪捏碎 对他来说这个不重要 随即就一招干掉了他 将队长弄死后 我开始给女人治疗伤口 我刚好拥有治愈能力 让女人不用担心 女人看到自己的手臂好了之后 不好意思的跟我道歉 刚才是他误会了我 我这么厉害难道是五合战士吗 我可以清楚感受到 二七恶魔的力量 虽然发挥的力量 比二七战士高很多 但我还是表示我是二合战士 只是能力比较特殊 女人再次跟我道歉 我表示没关系 不过她知道 最近的城市怎么走 得知我要去城市之后 女人恳求我能不能带上她 最近的城镇是新围小镇 是一座规模非常小的C级城镇 但那里已经被该死的 银狼猎队占了 女人本想将自己的队友救出来 但全都失败了 因为银狼队长突破成了三合战士 而落枪队长只是一名二合战士 最后只有她侥幸逃脱 女人想请我帮忙 她会豁出生命来协助我的 我记得上一世也有猎队的出现 但在我的管理下 她们没有这么猖狂 现在居然敢强行占据城镇了 如今的管理者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女人继续告诉我 银狼猎队的目的是 抢占能量水晶和资源 听到这番话我马上怒了 让女人给我带路吧 无论是哪件事 都足以让我火大了 带妹回家却遭遇恶魔怎么办 那当然是将她们全部灭杀了 可不曾想我碰到的 居然是三七恶魔 还拥有最特殊的紫色核心 能操控死去的尸体 这下事情有点难办了 我带着女孩前往不远处的行为小镇 要在靠近小镇之前 将车隐藏起来 上一世没有印象 甚至没出现在地图上的小镇 如今居然被银狼猎队给占领了 我刚打算徒步过去摸索小镇情报 女孩就大声喊了起来 我身后有恶魔 我站在原地完全不带动 用木系的能力将恶魔给捆了起来 接着把他们牢牢困在地上 这些畜生们可不能影响我们潜入啊 现在杀了他们容易引来同类 我喊上女孩跟我一起走 女孩眼睛里已经冒出了星星 我真的好厉害 小镇和伙伴们有希望了 我和女孩来到城门口附近之后 发现城镇上居然没有站岛的士兵 就连城门也是敞开着的 还有人从里面跑出来 我看到后有些不可思议 男人抱着自己的孩子大喊着救命 快速地奔跑着 但还是被身后的人给抓走了 女孩直接架起了狙击枪 银狼这帮人渣呀 我赶紧摁住了他的枪 表示这样会暴露位置 还是我来吧 我和女孩走到城门口的时候 才发现城里有恶魔 这样的话就不能制定计划准备好再行动 只能冲进去能救一个是一个 我快速地飞进了城里 女孩赶紧跟上我的步伐 门口死了两个银狼列队的人 女孩看到后非常疑惑 他们是怎么回事 肌肤像腐败了一样 状态像已经死了好几天 我在城里大开杀戒 这群人都是尸体 是被特殊能力的恶魔控制 所以我完全不用留守 在城内杀了的痛快 尸体上都有一根黑线 应该就是通过这个联系的 这种拥有特殊能力的恶魔 几乎都是独自行动 看来必须要寻着这些死尸的气息找到他 我让女孩搜寻城里是否有其他活人 接着就去救人了 等我赶到的时候已经迟了 男人和他的儿子已经没了呼吸 该死 还是来晚了呀 恶魔看到我来了之后淡淡开口 城里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 留着这对父子就是想玩猫鼠游戏 他们却想跑出去 真是跃见了 恶魔缓缓转过头 让他来看看访客是谁吧 这是一只三奇恶魔 身后的能量水晶足足有三颗 银狼猎队也是想要抢夺能量水晶 所以才把恶魔给引过来的吧 恶魔要能量水晶干什么呢 三奇恶魔看到我是一张陌生面孔 询问我是人类还是恶魔 我紧紧的皱着眉头 面前的恶魔果然是较为罕见的紫色核心 拥有独特的患度 银狼队长肯定被他杀了吧 即使突破到了三奇也不是恶魔的对手 恶魔听到这个名字后 操控着银狼队长的尸体走了出来 银狼队长一看到我就发起攻击 我一个闪身堪堪躲过 恶魔将战士们的尸体全都召唤出来 开始战斗吧 我看着面前的战士尸体 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三奇恶魔开始兴奋了起来 欢迎来到他的派对啊 女人只是轻轻一面 就将强大的四奇恶魔给四孙 只因她是掌管死亡的恶魔 技能强大的就像是开挂 唯一的爱好就是灭杀人类 然而她却在危机关头时救了我 此时三奇恶魔发动了技能 召唤出了所有死去战士的尸体 面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我现在是二奇的形态 如果是普通的三奇恶魔 或许我更头疼 但恰好她是紫河恶魔 并不擅长战斗 而是擅长利用患能来控制战斗局面 我发动火器的异能 将面前的战士尸体给烧灭 三奇恶魔看出来了 我并不像是普通人类 她想吩咐尸体们继续站起来战斗 我告诉她是没用的 我用火焰焚化了他们的尸体 恶魔气得浑身发抖 这可是她好不容易收集的宝贝们 虽然对他们有些不敬 但相比被恶魔操控 这已经是对他们最好的超度 没了可以操控的尸体 三奇恶魔的战斗能力直线下降 我毫不留情地冲了上去 对着三奇恶魔的核心就来了一击 然而恶魔却拿出了刚才的孩子挡在面前 我只犹豫了0.1名 就被恶魔找到了机会 她一招打在我的腹部 我被打得飞了出去 还好靠水系躲开了致命伤 恶魔哈哈大笑起来 她不仅仅只是会操控哦 还是锐利的晶元素呢 我紧紧地皱着眉头 伤口非常的深 我要赶紧处理一下才行 我用了木系恢复之后 恶魔表示打倒要冒点风险了 要使用那个辛苦得来的东西 随即便叫男孩的父亲把东西拿上来 恶魔将一罐绿色的药剂吞进肚子里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靠本能察觉到了危险 于是便忍着腹痛冲了上去 我想快速打断恶魔 她却已经将药剂吞咽完成 刹那间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弹开 我不明白她哪里来的能量爆发 仔细一看发现 她居然在强行吸收能量水晶的力量 但这种能量时 被人类提炼浓缩的狂暴能量 就这样汲取进入体内一定会暴体而亡 这个理论在上一世就明确地证实过 可她体内的能量虽然狂暴 却在一个灵界值停了下来 是因为那瓶药剂吗 绝对不是恶魔能制作出来的 三骑恶魔利用水晶的能量进化 直接就升级成了四骑恶魔 这下麻烦了 恶魔感受着全新的能量 笑着对我发动了攻击 她已经拥有了四骑恶魔的技能力 我快速地躲闪着她的攻击 却完全不是她的对手 被一招狠狠打倒在地上 我腹部的伤口还没好 现在又添了新的伤口 恶魔走到了我的面前 进化的每一骑都有无法逾越的龙弓 我要到此为止了 但恶魔还挺喜欢我的 所以就把我变成她的东西了 只不过当然是尸体了 眼看恶魔的攻击就要朝我袭来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力反抗 然而距离我只有0.1毫米的时候 居然停了下来 我发现上方的空间正在扭曲 出现了一个类似传送门的东西 一只手抓住了四骑恶魔的头 女人缓缓从传送门里钻出来 轻轻张嘴说了两个字 压缩 四骑恶魔马上就被折叠起来 一秒钟就消失得连灰都不剩 女人走到了我的面前 她是四骑恶魔死亡 只见她一脸吃笑地看着我 果然不能信任人类这种废物 性感火辣的女恶魔把我抓了起来 想强行让我进化成四骑恶魔 却想不到我身体承受不出这么大的力量 差点就要死亡之时 体内沉睡的最强恶魔苏醒 原来这都是恶魔策划的阴谋 要将我的身体作为一个容器 此时八骑恶魔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嘲讽地盯着我看 果然不能信任人类这种废物 八骑恶魔缓缓地朝我走了过来 这种压迫感和我体内那个红色家伙一样 她是前世我死的时候 出现的另外一只八骑 八骑表示在放任不管的话 是王骑不知道何时才能苏醒 而且连四骑都打不过 果然人类这个种族就是低贱 八骑还在不停指责着我 亏我还是人类最强呢 进化的实在太慢了 八骑伸手将我给抬了起来 拿着一块核心就要往我身体里塞 给我乖乖进化到四骑吧 核心被猛地塞入了我的体内 我被弹得飞了出去 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 她当才把四骑恶魔的核心 直接塞到我的体内吗 直接跳过三骑的话真的没事吗 我的身体突然传来了巨大的痛苦 我难受地大叫起来 感觉胸腔无法承受要炸开 四骑核心蕴含的能量太过于强大 八骑一直在旁边盯着看 真的有这么弱吗 连四骑的能量都无法吸收啊 我的身体已经冒出了火光 好像随时都要炸开来 我让这只蠢恶魔快点想想办法 八骑恶魔只好使用了空间锁 将我身边的空间全都被锁住 废物人类一定要撑住了 我终于忍不住问候恶魔家人了 与此同时赤王旗苏醒 谁敢打扰她的沉睡 八骑恶魔又惊又喜 难道赤王旗在她面前显现出原形 难道忘记自己之前说过什么了吗 黑王旗 赤王旗打破了黑王旗的空间锁 从里面站了出来 赤王旗蔑视地看着她 你不应该打扰这个人类的境界 黑王旗猛地扑进了赤王旗的怀里 你终于现身了 赤王旗摸着她的头紧紧抱住了她 好久不见了 两人相拥着仿佛一对甜蜜的情侣 黑王旗表示一直在暗中观察着我 以我的实力无法抵抗内纲进阶的四骑 如果我死了赤王旗就得消失了 赤王旗让她不用担心 这具身体需要精力不断的磨练 人类的身体脆弱但也充满未知 我原本只融合进化到二骑的阶段 所以让我直接吸收四骑的能量是不可能 不过这次溢出的四骑能量 也暂时让赤王旗苏醒 赤王旗让黑王旗不要再插手我的进化 我需要一步步循序渐进 才能成为未来完美的容器 黑王旗点点头提到了重要的事情 在赤王旗假死的这段期间 剩下的四个王旗虽然都蠢蠢欲动 但谁都不愿意出手 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存在 赤王旗冷笑一声 当初他们害怕自己的力量而联手 现在就算自己不在了 他们也改不了相互猜济 或许都忘记最初的使命了吧 黑王旗最近倒是还好 就算其他几个王旗怀疑自己 如今也没有多余精力去探查当初 所以黑王旗倒是不用担心 黑王旗伸手俯上赤王旗的胸膛 自己只想攻赢最强的赤王旗归来 赤王旗微微一笑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自己已经强制让这副躯体进化到四起 但我还需要慢慢适应和稳固体内的力量 赤王旗让黑王旗尽量不要跟我有牵连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黑王旗的脸有些微红 自己只是想塌了才过来看看 就在这时 列队的女孩小雅走了过来 这里怎么会有八七恶魔的存在 黑王旗有些惊讶 自己忘记清理这片区域 赤王旗只是往小雅处看了一遍 小雅就倒在了地上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小雅浑身是血躺在我的面前 原来我是恶魔呀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这一切居然是我干的 我大叫一声 身体爆发出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成功进化成为了四起形态 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了 男人越级进化成了四起战士 战力已经接近巅峰 可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我控制不住体内的恶魔之力 将一个小女孩虐杀致死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小雅就这么死在了我的面前 想到小雅之前说过的规划 我根本没办法原谅自己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去蜀光城看看 然后成为一个花匠学徒 这个末世这么残酷 需要更多好看的花才对 我在佩达城放了一把大火 这场过错都怪我 希望火焰能让他们免于恶魔的凌辱 我现在根本没心情测试体内的力量 很多问题需要理清头绪才行 那拥有可怕能力的八旗女恶魔 不知道和我体内的王旗有什么关系 让我的身体强行达到了四起 是谁提供给他的呢 那种水平的机械仪器 只有最高级的城镇才能制作 难道是所谓的蜀光城流出的吗 总而言之 我得快点找到大型城镇 至少给吉耀堂队长他们报个平安啊 也不知道队友他们怎么样了 希望他们能顺利逃脱随了 另一边 吉耀堂一行人已经到了一集城镇布莱恩 但布莱恩的指挥官科特却不愿意出兵 因为佩达城遭遇的是高级恶魔潮 绝对不能让战士们贸然前往 吉耀堂想再争取一下 毕竟我是拥有独特天赋的战士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拥有独特天赋的年轻战士 但他们都无法在那种恶魔潮中存活下来 虽然没法派人直接支援 但他会派顺路的侦察战士看看情况 话说到这里 吉耀堂只能表达感谢 科特站起身离开办公室 不知道这次恶魔潮会不会影响到猎魔大会 猎魔大会至少要B级城市才能参加 赫洛斯只是个C级城镇 没有参加的资格 科特让他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来看看 吉耀堂身后的三名战士的未来可说不定 多了解一点也是好的 科特离开之后 有会询问吉耀堂猎魔大会是什么 那是只有曙光城才能举办的比赛 是通过狩猎不同等级的恶魔 来选出新一届的强力战士 同时会给予他们独特奖励 这是定期举办的赛事 也是所有战士的向往 吉耀堂相信他们未来肯定会有机会参加 蓝的脸上写满了担心 也不知道我究竟如何 猎魔大赛我肯定会感兴趣 大家都没想到第一次出城 就遇到这种情况 而我是为了救他们 才陷入危机的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自责 吉耀堂表示只能等侦察战士带回消息 这段时间就暂且留在布莱恩马 这里有很多出色的战士可以学习一下 画面一转 我到达了一级城镇皮克迪亚 他们的指挥官巴里斯接待了我 得知佩达城已经复灭 巴里斯验证过后 帮我给赫洛斯城发去了信息 不过我的另一个请求他不能答应 他们不能给我提供能量水晶 能量水晶一般是由上级城镇固定分配 既然佩达城已经复灭 我们要向曙光城反映重新分配上级城镇 没想到这水晶的分配制度这么麻烦 既然如此我还得前往曙光城一趟 只是我现在的身份 不知道能不能进入曙光城 我询问巴里斯 我能不能代表赫洛斯前往曙光城 巴里斯表示不行 除非我是赫洛斯城的对城 或者能获得授权 否则我是没有这个资格 如果申请授权我还得回去一趟吗 这也太麻烦了 巴里斯接着说还有一种情况 有上级城镇做担保就能去 他可以给我做担保 但是有个要求 我让他直接说就好 曙光城的猎魔大赛我应该听说过吧 如果我能成为外员加入他的小人 并作为先锋成员帮忙探查讯息 他就做我的担保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 他们不会保证我的幸运安全 先锋成员是负责探查恶魔等级 收集第一手信息的 猎魔大赛难度极高 恶魔的等级也浮动很大 所以作为先锋成员死伤极为常见 参赛战士都会尽量避免担任此位置 看来巴里斯的小队没人愿意担任了 那我接受了 毕竟这猎魔大赛 可是我当年一手创办的大型比赛啊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变态 在这个与恶魔为敌的世界 我不仅可以切换人类恶魔双形态 还吃了紫河四七恶魔的核心 让自己成功进化到了四七 拥有了操控恶魔尸体的能力 此时巴里斯将我带到了那里装备仓宝 他找我当先锋成员也是无奈之举 现在参赛城镇都不会让重要成员担任先锋 因为这几年下来 先锋非死即伤 所以巴里斯丑话说在前头 他不能保证我的安全 只能尽量满足我对配置的要求 接着便让我随意挑个内米装备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那我就随便看看吧 巴里斯看不清我是几何的战士 猜测我实力最多不会超过二 但我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 一个C级城镇出来的战士 难道有什么底牌吗 我选了一个能化作大剑的内米裔 打算就要这个了 之前的小刀虽然灵活 但杀伤力实在不够啊 巴里斯告诉我这个规格的内米裔 至少要三合战士才能驱动 我恐怕很容易伤到自己 巴里斯的话刚说完 我身上就散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内米装备化成了大剑被我拿在手中 还挺称手的 这个重量感觉很扎实 巴里斯不敢相信 我就这么顺利驱动成功了 难道我对内米裔有特殊的理解吗 有些战士确实拥有较高的天赋 能无障碍地运用高规格内米裔 今日一剑真让人吃惊 我让巴里斯带我去实战场地 巴里斯不明白我去干什么 我只好表示想在恶魔身上试试新的内米 巴里斯有些不放心 实战场地偶尔会有一些一骑恶魔出现 实在不行他陪我去吧 我拒绝了巴里斯的提议 一骑恶魔我还是可以解决的 巴里斯对我非常满意 自信而大胆 这是作为战士极为难得的素质 那我就注意安全吧 他手底下还有几个四合战士本的调教 我跟巴里斯在城门口分开来 当然不能让他陪我 因为我不仅要测试这把新武器 更重要的是我要看看 四骑形态下 我拥有什么能力 我来到了插旗区域 这片区域的迷雾已经被驱散开了 我才刚到这里 就被恶魔给盯上了 但这种无奇恶魔对我来说 就像是杀鸡一样简单 我拿出大剑劈了过去 他就死在了我的剑下 果然还是大剑来得舒服了 越来越多的恶魔涌了过来 我冷漠地盯着他们看 心中杀意已决 我本来还怕他们白天不出来 这下能好好熟悉这把武器了 顺便杀得爽大 最近憋屈的事情可太多了 我不停挥舞着大剑 砍杀面前的恶魔 我原本就是为了杀戮恶魔而生 并没有使用元素之力 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挥剑 锤炼着这一世躯体的肌肉记忆 我单方面屠杀着恶魔 不知道砍了多久 终于是这波的最后一支了 这幅身体是随着我体内恶魔之力进化的原因吗 虽然比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强多了 但各方面对我来说还是不合格 随便动几下就喘气了可不行了 就在这时 我的身后传来的动静 我将大剑背到身后挡住攻击 是两只一齐恶魔过来了 木系恶魔兴奋地看着我 人类实物出现了 而我也露出了笑容 终于等到他们了呀 恶魔看到我并不害怕他们 感到非常的奇怪 我笑着朝他们招了招手 恶魔这才注意到我身后一堆无齐恶魔的尸体 接着便打算试试我 火系恶魔率先发起攻击 下一秒就被我给打在了墙上 用金元素对付活有其效 接下来要试试四齐的力量 木系恶魔顿时紧张起来 我竟然不是人类 我吃了那只能控制战士尸体的四齐恶魔 那么我也应该有同样的能力吧 我抬起手试着控制火系恶魔的尸体 他随着我的控制缓缓站了起来 木系恶魔已经害怕地发抖 他不敢置心地看着面前 一个人类怎么能控制恶魔尸体呢 男人独自一人去狩猎恶魔 城主还以为我死在了恶魔手里 却不曾想我拥有操控死亡恶魔的能力 畏惧恶魔大军为我所用 然而却遭到城主怀疑我不是人类 眼看天已经黑了 到了关闭城门的时刻 巴里斯这才得知我没有回来 他马上要求手下汇报近期恶魔出没等级 最近不仅是一期恶魔出现频繁 就连二期三期 甚至四期也有报告 巴里斯十分担心 我不会变成恶魔附中的食物了吧 自己才刚把参赛名单交上去啊 别给他添麻烦啊 接着便快速出了城 打算去把我给带回来 巴里斯在实战场地穿梭着 是他太过于松懈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C级城镇的普通战士 他就不应该让我独自一人去实战场地 虽然说这里基本只有五期恶魔 但很久前也出现过五期之前的恶魔 如果我死在实战训练的话 巴里斯这个五期战士真颜面扫地 也对不起赫洛斯城 所以我最好安全地活着 越往前感觉恶魔的气息越浓 而且还有非常厚重的死亡气息 巴里斯感觉到非常不妙 恶魔的数量似乎还不少 大量的一期恶魔 不仅如此就连三期也在 这不像是恶魔的习性啊 为什么连二期三期都开始聚集了 面前的木系恶魔看到巴里斯吼 顿时就惊呆了 居然遇到五期战士了 巴里斯一招就将他给解决掉 总感觉怪怪的 和平时的感觉不同 恶魔朝缓缓地朝巴里斯走近 巴里斯丝毫没在慌张的 恶魔们什么时候喜欢群聚了 要在关城门之前把他们都解决了 巴里斯亮出了武器 打算速战速决了 这些恶魔像丧尸一样 浑身死气只是向前逼近 巴里斯管不了那么多 只要是恶魔 那就都给他去死了 巴里斯拿着武器 不停屠杀着面前的恶魔 才刚杀完一批 后面又有新的逼近上来了 到底有多少 就在这时我落在了巴里斯的身后 巴里斯条件反射挥出一击 我赶紧伸手抓住了巴里斯的武器 是我是我 看清楚点啊 看到我没事巴里斯很诧异 不过我居然接下了他的横扫 刚才那一刀完全是无意识的攻击 力量和速度都不弱 我不是来自C级的赫洛斯城吗 哪怕是四合战士 也要全力抵抗的攻击 我居然轻轻松松就接下来了 我甩了甩手腕 武器力量核心还真不赖啊 我的手现在还是发麻的 巴里斯松了一口气 表示人没事就好了 眼下要先解决面前的恶魔 巴里斯让我跟在他的身后 我让巴里斯放心 他们都已经死了 接着便上前打了个响指 顿时间所有恶魔都倒下了 巴里斯看到这一幕非常不可置信 我表示搞定了 现在可以回城了 巴里斯一把拍在我的核心上 询问我做了什么 这些恶魔是由我操控的 可我明明是力量红合 我拨开了巴里斯的手 表示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没必要向他说明 不过可以告诉他 我能稍微控制死去的恶魔吧 在末世一个战士 有点底牌很正常 巴里斯没有继续追问 控制恶魔是极为稀少的能力 既然如此 明天就出发去曙光长大 我点点头非常开心 这样就能解决 赫洛斯城水晶的问题 明天就出发吧 巴里斯觉得猎魔大会 我肯定会有出色的感谢 着急回城的他并不知道 不远处实战场地的情况 根据后来报告 实战场地被不可置力量 完全摧毁 男人为了拯救人类 和恶魔拼杀致死 人类却不承认他的牺牲 甚至认为他将人类害惨 还要将他的雕像给推倒 拥立别人为新的王 此时我来到了最高级的S级城镇 看沿路时的风景和地形地势 我就在想 没想到真的是 曙光城果然是我以前管理的城镇 看来上一世我战死后 这座城镇就改名为曙光城了 外表比以前气派多了 还以为重新回到这里 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上一世我带出的最强队伍 被称为六豪杰 看来有机会见到他们了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如果我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他们 他们会相信我吗 巴里斯还以为我是第一次来这里 被震撼到了 这可是人类代表最强实力的中心 不是谁都能这么好运 这辈子能来一次曙光城的 我询问巴里斯曙光之战后 六豪杰现在怎么样了 巴里斯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 我询问的是新六豪还是就六豪 我没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六豪杰不就只有那六人吗 就是被称为最强战士党 所带出的最强六人组 巴里斯马上捂住了我的嘴巴 我这家伙是真傻还是假傻 谁都知道新六豪不喜欢听到别人议论就六豪 巴里斯让我不要乱说这种话 至于王已经改朝换代了 现在的最强战士可是新王 而最强战士昂已经是旧王了 我没想到居然会这样 那就六豪现在怎么样了 巴里斯揪住了我的领子 询问我是不是听不懂话 接着便松开了我 他本来不想拨问的 但至少在曙光城不要再提旧王和旧六豪 或许在C级的赫洛斯城 这些人还是被崇拜的存在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承认他们 特别是旧王当年的牺牲 在曙光城更没人承认 我跟着巴里斯缓缓走进了城 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我吧 我死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当初可是率领六豪阶级所有战士 拼了命的和恶魔们厮杀呀 独自进入古王碑 也是为了探寻恶魔的秘密 这是恶魔的源头 没人知道古王碑里究竟隐藏着什么 目前看来 只有当初的我发现了存在八七恶魔的秘密 我做的这一切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 我难道不是以英雄的姿态死去的吗 走进城内之后 发现市中心升级了不少呢 这名为曙光城的巨大城市 有各种建筑和森林湖泊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独立世界 城内总共分为七大区域 由新六豪管理的六大区域 和新王七夕的中间区域 虽然很多建筑变了 但分布几乎没变 连空气都是熟悉的味道 我记得以前那个位置还有我的雕像吗 我走过去一看 没想到居然还在 巴里斯表示这个雕像已经存在几十年 当时的旧王还挺多人心的 不过听说不久后就要被推倒了 要在原地雕刻一座更大的新王雕像 巴里斯突然捂住了头 在雕像底下正好有我念叨 就六豪的其中一人 丽娜曾经是最强七合恢复系战士 我看到他就想起了曾经 忍不住喊出了丽娜的名字 丽娜听到后转过头来 有人叫自己吗 就在这时几个男人推了丽娜一把 说了多少次不能在这里缅怀 更何况他还是就六豪的丽娜 丽娜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我刚想看好戏呢 就听到丽娜对巡逻战士们道歉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 战士们还在冷嘲热讽 他们可不管丽娜过去是什么身份 就六豪既然已经失去拥有核心的自处 早就不是战士了 要不是新王允许他们留在曙光城 他们早就被丢出去了 都怪那该死的旧王自以为是 不然人类也不至于活得这么被动 这种人的雕像越早推倒越好 丽娜终于忍不住了 甩了巡逻战士一个耳光 本是世界上最强战士 却重生到了一具废物身体里面 然而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我的身体里沉睡着一个恶魔 会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力量 为了承证我来参加了猎魔大会 可队长却让我当先锋战士 只能负责探测恶魔情报 实在是太小看我了 此时我看到丽娜被欺负 终于忍不了了 伸出手抓住了面前的人 巡逻队的人马上掏出枪 这里可是曙光城啊 我到底想干什么 不放下剑的话他们就要开枪了 我厌恶地看着他们 这种品行的垃圾和城外的列队 有什么区别 今天有必要好好教训他们 巴里斯上前拦住了我们 表示都是误会一场 自己是来参赛的战士 接着便让我把剑给收起来 我现在可是代表皮克迪亚的战士 我不情愿地把剑收回去 巡逻队也不想和外来战士起冲突 如果被执法队长知道 他们估计难逃一场责备 男人让我们回旅馆老实待着 这次就算我们走运 等他们全都离开之后 丽娜这才开口询问我 是不是认识他 我很想对丽娜说 他们的最强战士态 但胡乱开口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困扰 巴里斯撞了撞我的肩膀 表示我的名字也叫做昂了 丽娜疑惑地盯着我看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只是凑巧叫这个名字而已 丽娜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戴上了自己的斗篷 缓缓地离开了阵 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名字 巴里斯大声喊住了他 你还是个前辈呢 连句基本的谢谢都没有吗 我赶紧摆了白手打断巴里斯 还是先不要打扰丽娜了 之后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说明白的 丽娜也有很多话想当面告诉我 第二天猎魔大赛正式开始 我代表着皮克迪亚进行巡游 等比赛结束之后 巴里斯会替我做担保 引荐我和能量水晶负责人沟通 我让巴里斯放心 肯定会给他带来满意的成绩 巴里斯却让我小心点 别在比赛中死掉就好 我看到丽娜也在围观的人群中 笑着朝他打了个招呼 丽娜马上拉低抖跑 没有再看我一眼 画面一转 我来到了猎魔大赛专用的森林 巴里斯只能把我们给送到场地门头 剩下的就要靠我们了 我们按照小队的顺序进入 先锋要到裁判处集合 比赛算是正式开始了 几十年过去 猎魔大赛已经演变成这种规模的赛事了 当年还只是一个小比赛吧 队友们朝我鞠了个躬 收集情报的事情就拜托了 他们会永远记住我的付出 我真是无奈了 我还没死阿 他们也知道先锋的危险系数极高 一个个像是送我最后一程的样子 旁边别的小队先锋都是生无可恋的样子 对他们来说当先锋是九死一生的事情 换好衣服之后 大家都站在了主持人的面前 主持人表示大家敢以这个身份站上来 已经是让人无比赞叹的勇气了 我们的任务是深入比赛区域 为小队尽可能地收集恶魔的情报 请务必小心和注意自身的安全 因为迎接我们的是未知等级的恶魔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参赛的战士几乎都是二合 跟选秀大赛没什么区别 巴里斯这家伙明知道我的实力 不过只要我不说也不会有人怀疑 这时主持人让大家欢呼起来 欢迎最高裁判官出席 他就是那六位伟大的战士之一 人类最强恢复系战士 双七齐绿色恢复核心的狄伦 这个男人上一秒还在温和地笑着 下一秒就变了一副面孔 阴森森地威胁着美女主持人 只因主持人说错了一句话 他就想将人给面损 此时新六豪之一的狄伦登场 他是拥有双七合的恢复系战士 我紧紧地盯着他面前的双核心 上一世还处于概念中的科技 原来已经实现了 双核心代表双倍的力量 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实力 战士的能力来自于恶魔核心提供的力量 与核心的同步率越高 则越能激发潜藏的力量 但身体也需要承受冲击 这也是为何一些核心适配性低 或身体底子弱的战士同步率低的原因 上一世人类只研究出嫁接一颗核心的装备 看来这一世的新六豪 不仅拥有双核心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狄伦先是说了一些客套话 并表示比赛结束后 会给我们送上一颗三气核心作为纪念 先封战士们非常感谢狄伦 旁边的红发男人让我快点鞠躬 我笑了笑表示不好意思 我腰疼弯不了腰 狄伦并没有说话 而是朝我露出了一个温柔的微笑 我看着都要起鸡皮疙瘩 对我一个男人笑这么猥琐干什么 主持人大声开口 接下来大家有福了 伟大的新六豪之一的狄伦大人 将会给大家带来一场 猎杀四七恶魔的表演 观众们都欢呼了起来 我们也站到一旁 把舞台留给了狄伦 如今要以这种方式展示新六豪的实力和威望吗 想要活捉并且安全地囚禁四七恶魔 是非常不简单的 看来现在的曙光城 实力非常的强啊 狄伦走到了主持人的身边 凑在他的耳边阴森森地开口 等会自己要让人替换掉他 自己就是唯一的六豪 张口闭口心六豪 这个心字真是刺耳 如果主持人不是曙光城的战士 自己一巴掌就会把他给轰得粉碎 主持人吓得快速离开了现场 狄伦又恢复了温和的模样 表示自己要代表六豪 带来猎杀四七恶魔的表演 接着就让人把恶魔给抬上来 一个运输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广播在进行着辅助解说 为了捕捉这只四七恶魔 可是出动了整整三名四七战士 这可是最凶猛强悍的红核晶元素恶魔 恶魔从运输箱爬出来后 虽然不知道人类有什么打算 但敢把他放在露天场地 人类战士真是不聪明 四七恶魔朝着观众们跃起 却被保护罩隔绝住 狄伦一把将他给摔在地上 现在看清楚不聪明的人是谁了吧 包裹这场地的保护罩挺坚固的吧 这可是六豪之中 被称为最强幻术系战士的那位施展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演出之中 恶魔就可以去死了 人类进化的终点是恶魔 为了对抗强大的恶魔 人类将恶魔的心脏移植到身上 获得了他们的能力 拥有一个核心的战士力量已经无敌 这名战士居然拥有两颗核心 这也让他成为了六大战士之一 狄伦此时正在吊打着四七恶魔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赛 恶魔大叫着让他别过来 对着狄伦就发起了攻击 但是狄伦连躲开的动作都没有 防护罩自动亮了起来 不愧是恶魔呀 低贱无脑 更别说礼仪之类的了 恶魔被狄伦的话惹怒了 抬起拳头就要轰过去 狄伦猛地抬起手 就将四七恶魔的一只手臂打断 你没有资格还手 恶魔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 区区绿合的力量 怎么会如此具有侵略性 一般来说 绿色核心代表的是恢复 大部分医疗战士都是绿合战士 恶魔怒气冲冲地吼着 就算自己只有一只手臂也要拉卡电背 但恶魔根本不是狄伦的对手 狄伦将他给绑了起来 修正一下 自己虽然是绿合战士 但可是六毫的双七七战士偶 既然恶魔话这么多的话 那就先从嘴巴开始吧 狄伦一招将恶魔给撕的吸碎 恶魔之血洒了下来 以恶魔之血揭开狩猎恶魔大赛的序幕 接下来狩猎大赛正式开始 狄伦缓缓朝我走了过来 我能感觉他身上好强的力量 根据他的能量运作 双核心提供的能量 不仅仅是一个核心的两倍 星六毫果然不简单啊 不知道那所谓的星王又如何 只是他们对待丽娜的方式 让我非常的不愉快 狄伦退场的时候 战士们纷纷对他鞠躬表达敬意 我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弯腰 狄伦经过我时突然停了下来 询问我是不是对他不满 我表示他误会了 我只是习惯在上场前保持警惕 先锋这位置可不好当啊 狄伦看了我一眼之后 觉得我是个有趣的战士 他会关注我 希望我不要让他失望 我也是无语了 我扯着恶魔长子玩的时候 狄伦爸妈还在玩泥巴呢 先锋小队已经集结完毕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各自小队的实力 寻找出最优的战斗路线 在规定时间结束前狩猎恶魔 在这次大赛里 有最高三棋的恶魔 随机分布在城内森林赛区 需要各位小队先锋们 仔细核对侦察路线 周边的先锋们都有些紧张和害怕 毕竟他们的年纪还小 光有二合的核心 却远远没有二合的实力 对于同步率而言 战士自身的气势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名 他们倒是显得很稚能 反而没有吉耀堂他们一合战士的领路 那可是在资源匮乏的城镇 靠一场场守城死斗锤炼出的技巧 甚至有战士已经开始恐惧 本次大赛有一个特殊环节 那就是四棋恶魔的存在 这只恶魔被囚禁在容器内 如果小队实力强悍 可以考虑将它作为目标 只要狩猎四棋成功 该小队立刻获胜 我没想到这个安排还保留到现在 比赛开始后我就冲了出去 这个四棋恶魔就是我的目标 三棋恶魔被囚禁在树林里十年 变得残暴无比 一击即可秒杀掉一格战士 然而这个男人却不怕死地赢了上去 只用了0.1秒 便把恶魔的核心给取了下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待了 此时恶魔大赛开始之后 我已经找好了自己的目标了 那就是赛场中最强的四棋恶魔 其他的先锋都保守地跟着大部队前进 看来其他小队没有寻找四棋恶魔的意思 即便知道四棋恶魔代表的胜利 这些年轻的战士也会畏惧伴随着死亡威胁 狄伦坐在观众戏看着 要求助理调取我的资料出来 助理马上照做 将我的监控画面放在狄伦面前 这是登记在皮克迪亚城的战士 登记等级为三合战士 先锋这个位置是允许三合战士参加的 但很少会有人愿意 比其他参赛战士高出了一个等级 所以我才这么目中无人吗 狄伦询问助理我的名字是什么 助理颤颤巍巍的念出了昂 狄伦顿时脸色大变 你刚才说什么 吓得助理赶紧解释 自己只是按照资料上的信息报告 狄伦眼里写满了厌恶 真是个该死的名字 先锋们已经发现了恶魔 开始用各自的方式记录坐标 然后急匆匆赶到下一个地点 而我却依旧不紧不慢 争先恐后的在丛林里穿梭 真是怀念啊 皮克迪亚小队们都很无语 我真的靠得住吗 巴里斯什么都没有说 临走之前我跟巴里斯保证过 绝对会让皮克迪亚城取得胜利 巴里斯觉得我眼里的自信不像是开玩笑 还有我之前在实战场地表现出来的能力 真是让他非常的期待啊 先锋们在树林里不停地探查着 很快便标出了适合前进的路线 就在这时有人看到了三奇恶魔 吓得他们把腿就跑 我却独自走了过去 这个方向恰好是我的必经之路 这是一只木元素的三奇恶魔 观众们焦急地让我快点离开 我站在原地连动都不带动 恶魔被囚禁在这里很久 大喊着人类真该死了 接着便对我发起了攻击 因为恶魔们是被抓到这里的 所以普遍比外面的更加残暴 我轻轻松松跳起来 躲过恶魔的攻击 被这么多人看着实在不方便 我只能尽快地把它给解决掉 于是便快速地朝恶魔的核心袭去 只花了一秒钟的时间 就将三奇恶魔给击杀 观众们都看傻眼了 先锋居然把恶魔给单杀了 我将金元素附在了大剑上 增加了武器的破坏力 轻轻松松拿到了三奇恶魔的核心 狄伦也感觉到了金元素的波动 我接着往前走去 四奇应该就在前面不远 如果那个设计还没改变的话 为了让身份最高的一群人 身临其境地观赏到最精彩的完整画面 四奇恶魔会被放置在 观众席附近地势最高的地方 狄伦一直在关注着我的动向 看来我的目标是四奇恶魔呀 在这个被恶魔统治的世界 人类完全不是恶魔的对手 但这个男人看到四奇恶魔 居然第一时间撕开了封条 想要将恶魔给干杀 此时狄伦发现了我的目标是四奇恶魔 我快速地赶往了场地中心 一路上斩杀了不少的恶魔 想好好研究下的 不过不杀不行啊 这些恶魔一直追着我打 难怪先锋这个位置没多少人愿意到 对于低级的战士来说 简直就是送命 不过我已经为团队杀了五只二奇恶魔 他们应该能看到小队的积分提升了不少吧 希望不会吓到他们 我感觉四奇恶魔应该在地势最高哪里 接着在上面最高观众席的是狄伦 狄伦感觉我们小队的野心很大 不知道这是我的决定还是小队的 主持人一直在解说着我的举动 我正在往深处走去 队友们也惊呆了 我想要干嘛 只希望我不要给他添麻烦 很快我就找到了四奇恶魔所在的位置 观察了一下周围之后 大家都以为我是在制定进化 等一下就准备离开了 却没想到我直接撕开了封条 打算把四奇恶魔放出来 全体观众都惊呆了 不明白我这是要干嘛 我的眼神十分冷漠 让四奇恶魔快点滚出来 狄伦看得津津有味 原来我是想单杀这只四奇啊 主持人激情的解说着 观众们全都站起来喝彩 巴里斯下的眼睛都睁大了 先锋单挑四奇恶魔吗 队友们开心担心起来 认为我肯定必死无疑 巴里斯也有些紧张 虽然我有操控恶魔的能力 但四奇恶魔可不是这么好对付 即使是他也要使出全力 我真的有把握吗 这是一只水元素的恶魔 恶魔看到只有我一个人人类战士 顿时间自信满满 那就从我开始猎杀吧 我挥动巨剑掀起了一层土墙 却没有挡住恶魔的攻击 土墙就像纸一样被击破 恶魔上前来想要把我给撕碎 土里突然钻出一只恶魔 挡住了四奇的攻击 我表示自己可不是一个人 狄伦看到后直接惊呆 这不是我之前杀死的二奇恶魔吗 四奇恶魔被打得后退一遍 他明明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我站在几只恶魔面前 他才知道原来我能操控尸体 我表示现在可没心情跟他解释这么多 巴里斯终于松了口气 特殊的能力出现了 观众们也疯狂了 战士可以有这种能力吗 居然能让恶魔帮忙战斗 我吩咐身后的二奇恶魔们上 把他给击倒了 四奇还是十分的自信 认为区区几只二奇恶魔不可能打倒他 就在这时狄伦突然出现 仅凭一个冲击就把四奇恶魔给压死 我看到后也有些惊讶 他怎么会出现 狄伦不好意思的跟我道歉 他很好奇我的能力 所以想跟我切磋一下 这个男人是世上最强六大战士之一 更是双核心七奇战士 可他却要和一个三奇战士单挑 只因狄伦看不惯我嚣张的谜 便从观众戏跳下来 先是将四奇恶魔给秒杀 接着便表示对我的能力很好奇 相信我的实力已经可以战胜四奇恶魔了 所以他要亲自检测一下我的实力 主持人和观众们都沸腾了 大喊着狄伦的名字 这下他们有眼福了 巴里斯十分着急 彻底失控了呀 我已经察觉出了狄伦的敌意 这家伙发什么疯呢 狄伦看到我一点也不慌乱 老练的完全不像一个年轻的战士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 说自己接受过比较多的训练 毕竟天生拥有特殊的能力 所以队长从小就对我很严格了 实力才会比同龄人要高出不少 狄伦哈哈一笑 觉得我真是有趣啊 随即就快速地朝我袭来 没有给我一丝反应的机会 狄伦将地面砸出一个大洞 激起的碎石竟然像子弹一样 好快的速度和好强的威慑力 如果不是我一直对他有防备 绝对躲不开这一击 情况有些不妙了 他看起来是认真的 狄伦也明白我一直防备他 他对我有更多期待了吗 我询问为何他对我不友善 狄伦绕到了我的身后 表示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不喜欢我的态度 第二我的身上有恶魔的臭物 只要我体内拥有恶魔的力量 果然多少还是会引起怀疑 但狄伦目前使出的能力 绝对没超过一半 这种绝对的压迫 除了八旗那次 已经很久没体会播 狄伦缓缓说出了第三点 他真的很讨厌我的名字 我冷笑一声 说白了还是对 曾经我作为王的厌恶吧 我曾为了他们拼了命 失去了多少队友啊 狄伦打算就陪我玩到这里 伸出手想解决掉我 我身体里的能量终于爆发了 他算老几啊 我转身接住了狄伦这一招 快速地使出了一击 只见两道力量汇聚在一起 地面产生了大爆炸 还好会场有保护罩 否则这强大的冲击 会让观众们也遭殃 狄伦一个闪身快速退出战场 他的脸部已经被我给打伤 而我站在狄伦的面前 攻击还未停止 观众们都为之惊叹 他们已经搞不清我的实力了 无敌的狄伦大人居然流血了 狄伦将伤口恢复后 好像获得了极大的侮辱 更加生气了 他打算用我身上 有恶魔气息为借口 然后将我给杀了 狄伦再次朝我冲了过来 看他这个气势 是要置我于死地了 再隐藏力量的话 恐怕我会死在这 如果他要我死的话 即使我现在不能胜他 也要欲视剧粉 就在狄伦的技能 要打到我的时候 一道保护罩突然出现 挡住了他的技能 狄伦的眼神阴沉下来 询问为什么要出手 是莉娜挡在了我的面前 使用保护罩保护了我 莉娜对着狄伦淡淡开口 你不是讨厌这小子吗 可自己很喜欢啊 新六豪对上就六豪 两人大战一触即发 竟只是为了一个男人 我只不过是想 猎杀恶魔拿到比赛第一 没想到却招惹到了狄伦 他借着切磋的名义 想把我给干掉 好在关键时刻 莉娜及时出手 将我给救了下来 我看着莉娜的背影 十分惊讶 他是用绿盒 使身体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狄伦嘲讽地勾起了嘴角 莉娜是忘了 他们不能再穿战斗服了吗 难道是想挑衅王的规定吗 莉娜紧紧皱着眉头 表示是狄伦搞错了吧 他只是被限制 不能参与猎杀恶魔行动吧 如果连战斗服都不能穿 难道要天天赤身吗 莉娜果然还是和以前 一样心知口快啊 上一世总是我站在他前方 没想到现在 让他站在我面前了 场下的观众们非常惊讶 认为这是什么神秘环节 狄伦的脸都黑了 自己可不会真的给他面子 莉娜毫不在意的 作为新六豪的狄伦 在今天这种场合 不适合起冲突吧 接着便表示 我是他故人的孩子 测验应该已经够了吧 还是说狄伦的目的不是测验 狄伦露出了一个笑容 随即就释放出了技能 莉娜赶紧发动核心能量去挡 但我的速度比他更快 已经冲到了莉娜面前 拦下这一击 莉娜在我身上看到了昂的影 他好像认出我了 后续攻击继续袭向我们 莉娜一把抓住我的肩膀 让我往后退 剩下的他来 我之所以上来就是害怕 莉娜逞强出手 以他的脾气打起来逼出伤亡 观众们也十分激动 新旧六豪的对决 可比七七恶魔还要罕见 狄伦也打算用全力去对付莉娜 看到狄伦已经动真格 我赶紧大声开口 谢谢伟大的狄战士 叫导了我这么多战斗技巧 百忙之中还为我等年轻一辈 传授战斗经验 实在让在下无比感激 狄伦大人对我的表现还满意吗 这下大家都愣住了 什么情况啊 主持人表示来自皮克迪亚地先锋 兴奋地表达了对狄伦大人的感激 观众们又重新嗨了起来 一直为狄伦欢呼着 事到如今狄伦已经不好动手 我再次表示不会让狄伦失望了 莉娜也没心情继续打了 狄伦觉得我这人挺有意思 随即便大声宣布我的测验通过 恭喜皮克迪亚获得此次大赛冠军 后台休息室也沸腾了起来 他们就这么躺到冠军了呀 这是最快的一届猎魔大赛 由先锋创造的奇迹 莉娜从我身边走过 淡淡留下来一句话 我回到休息室之后 队友们都非常开心 巴里斯也很感谢我 这次他回去能领到很多奖 我想干什么都可以 我说出了巴里斯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巴里斯点点口 他会作为我的担保人 我将身上的脏披风脱了下来 让他给我一身干净的衣服 我要正式地见个故人 半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山顶上 丽娜已经在等着了 我笑着跟丽娜打了个招呼 询问他约我在这见面是有什么事吗 丽娜回过头看向我 果然来了 之前那个人说我的名字是昂 而他只是跟我说在秘密基地间 我怎么知道是这里呢 丽娜缓缓朝我走了过来 再次抬起头已经是热泪盈眶 我真的是那个昂吗 这个男人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人类 最后死在了恶魔的手上 死后尸体还被恶魔寄生 却被人类视为了祸害 所有人都在唾弃 只因他做了一件不被认可的事情 此时我来到了和丽娜约定个地 丽娜询问我怎么知道这里 这是他和昂的秘密基地 难道我真的是那个昂吗 在半个世纪前 丽娜偶然发现了这个地方 这里不仅没有人来过 还可以看到很大面积的城镇 以后这里就是两人的秘密基地了 丽娜说完话之后连忍不住红了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 突然伸出手指弹了弹他的额头 丽娜你还是小孩子吗 丽娜顿时就生起气来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秘密基地 我只知道沙恶魔什么都不懂 我笑着点点头 这个地方确实很安静 丽娜放出了自己的元素之力 在身后的大石头上 刻下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了 丽娜拉回思绪看着面前大石头 询问我是不是那个啊 我刚想开口说话 丽娜就转过头 表示自己失态了 我和她过去一个重要的人很像 接着便说起了正事 我在大赛中的举动太鲁莽了 如果不是她及时出现 我可能幸运难保 我突然开口喊了一声丽娜的名字 丽娜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接着我再次谈了谈她的额头 还惦记着秘密基地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小孩吗 丽娜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紧接着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丽娜还活着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 我是啊 我回来了 下一秒丽娜就扑进了我的怀意 大哭着问我怎么才回来 我摸着丽娜的头安慰着她 就像当年一样 这一刻好像一切都没有变 随即就把身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丽娜 丽娜也觉得很离谱 我居然从半个世纪前穿越到现在 而且古王碑里还有八旗的存在 我也没搞明白前因后果 连自己说出来都觉得荒唐 半个世纪前原本应该死得多 直接穿越到了现在 而且体内还存在着诡异的东西 丽娜并不在意这些 我能活着对她来说也真是太好了 我询问丽娜为什么这座城 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敌意 丽娜将之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其实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当年的曙光之战 我带领一般战士抵达古王碑 大部分人劝阻我不要进去 后勤和战士的代表还到最前线阻止我 因为局势难得有利 所有人的意见都是维持住当前平衡 但我并没有听从劝谨 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古王碑 然后就传出了我死在古王碑里的消息 随着我的死亡信息传开 战士们的气势和信心都跌到了谷底 因为代表着最强的战士死 绝望笼罩了所有人类 我死后恶魔潮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 收复的尸体又被恶魔占领和践踏 遍地都是战士们的尸体 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认为这一切不该发生才对 假若我当时听从劝谨 无貌然进入古王碑 或许曙光之杖活下来的人 至少会是好几位 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六豪和新王慢慢出现 而他们正好是当年反对我决定的那种 所以现在才会有很多人痛恨我 而就六豪因为被视为我的拥护者 也被人们唾弃 最后被新王撤去战士的身份 我听完丽娜的讲述后 身体止不住颤暖 我当年的决定害死了很多人 丽娜表示过去了这么多年 谁对谁错也不再重要了 不过我能用这种方式活着 这真是奇迹啊 我不认同丽娜的说法 当年我是想从根本解决恶魔 才进入古王碑 为了让人类后代不受恶魔侵扰 才做出那样的决定 丽娜知道我的恐重 但当年的结果大家无法接受 作为王的我自然就成为了 人们的指控对象 其实这些事情我也明白 那就六豪剩下的人了 在我当年牺牲后 另外三人也在后续战斗中牺牲了 剩下包括丽娜在内的三人 黄河大帝安染身负重伤 主动辞掉身份归隐了 丽娜本来也打算离开这里 但蓝河幻影德下 由于反抗星王 被打断了手脚丢进地牢等死 我听到后再也忍不了了 为何不联合那些 支持我们的人反抗星王呢 丽娜摇了摇头 因为星王太强了 他是唯一一个三合星七七战士 就算当年最强的 我也未必是他对手 现在的星六豪 都是二合七七星战士 但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德下死在地牢里 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他出来 我紧咬着牙关 三合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丽娜突然开跑 有种方法或许我可以试试 我知道恶魔现在掌握的元素之力吗 这个男人本是世界上最强的王 却因一次失误 死在了恶魔的手上 还遭到恶魔寄生 重生成了一个弱鸡少女 而自己的王位不仅被别人掠夺 还被污蔑成人类的罪人 为了查清楚真相 我一定要变成最强 此时丽娜告诉了我元素之力的事情 恶魔不仅拥有六种能力的核心 如今还净化出了 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之力 不过这跟战士有什么关系吗 丽娜眼神变得冷了起来 如果战士可以融合元素之力呢 不仅四合和五合战士之间是实力的分水力 如今实力强劲的五合战士 还会去争夺一颗珍贵的融合之心 在多古拉埋谷城堡取得融合之力 这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 那曾是我带领百万战士和恶魔交战最激烈的战场 现在被称为多古拉埋谷城堡 曙光之战这么多年来 城堡地下埋葬了数不清的人类和恶魔尸体 有一天发现里面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恶魔 那种特殊的恶魔最低也是个武器 并且和外面的恶魔不同 它们镂空的胸口处悬浮着一颗融合结晶 可以让战士融合元素之力 不过并不是任何战士都有足够的实力融合 目前总结出 战士等级不能低于武器核心 并且拥有过人的肉体抵抗力 我还以为有了融合之心之后 就能融合五种元素之力 丽娜却告诉我只能一种 元素之间相生相克 没人成功过 因此理论上不能一个肉体存在多种 就连现在的星王和星六豪 也只融合了一种元素吧 我没想到他们也融合了元素之力 狄伦和我交手的时候完全看不出 丽娜表示那家伙很在意形象 如果一开始就拿出全部实力和我打 我恐怕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丽娜虽然很不愿承认 但他们的实力比之前的我们强太多了 这也是她为什么无法将德下救出来的原因 我体内已经存在四种元素之力 是因为那把旗的存在吗 但丽娜说的很对 我现在的实力也差太多了 作为一名战士不能永远都靠恶魔的力量 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看来有必要去多古拉买谷城堡一趟 丽娜有些担心 因为我现在还没到武器核心的实力 我当然知道了 分水岭还是我上一世定下的说法 我现在不再需要遵循这些说法了 我想我可以突破这些限制 画面一转 我把巴里斯从酒吧里拉了出来 计划有变 我要快点沟通完能量水晶的事情 巴里斯表示答应过我 就一定会陪我去的 我们两走在繁华的街道上 我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前面不就是我的队友们吗 司徒流突然转过头来 大家看到我还活着 全都惊呆在了原地 下一秒蓝就扑到了我的怀里 有会嚎啕大哭起来 我果然活下来了 蓝表示他们是来观看猎魔大赛的 路上好像听到了我的消息 便出来寻找一下我是不是在这 吉耀堂队长表示 自己已经把能量水晶的问题解决了 我这才放下心来 巴里斯看到我找到了同伴 便自己先离开了 蓝突然凑近了我 让我去跟司徒流说说话了 自从那天分开后 司徒流连饭都没有胃口吃 脸上也都是阴沉沉的 我听完后走到了司徒流的面前 队长 我来报道了 让你担心了 司徒流突然往我胸口捶了一下 以后不准再擅自离队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重逢后大家都变得开心了起来 不停地说着去世 这一幕全都被角落的丽娜看门 他紧抿着嘴唇 想起了当年的六人 身像当年的我们呢 这个男人只是个四旗战士 却要进入五旗战士的战场 旁人都以为我是渴望力量封 却想不到我的体内有恶魔技术 能够驱使强大的力量 即使是五旗的恶魔也不是我的对手 然而还是出了意外 司徒流艰难地扶着我 让我一定要坚持住 元素水晶已经拿到了 司徒流不停地跟我说着话 让我不要睡觉 他想快速带我离开这座城堡 我手中的元素水晶突然掉到了地上 恶魔再次包围了过来 在这里我们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司徒流被恶魔一拳打倒在地 此刻他也已经到了极限 他实在是太弱了 司徒流一直跟我道歉 是他没有保护好我 下一秒司徒流突然惊醒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梦 他这才放下心来 可怎么感觉那么真实呢 司徒流叹了口气让自己别想了 出了一身汗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就在这时 我突然推门进去 表示刚才听到了司徒流的尖叫声 司徒流及时用被子捂住了胸口 但还是被我看到了 他猛地把枕头砸在我头上 让我进女孩子房间时要先敲门 随即就把我赶了出去 我在门口等了半天后 司徒流终于收拾好走了出来 我询问他休息的还好吧 今天的路程可不短 司徒流冷哼一声 让我不用担心他 我打开地图看了一下 全速前进的话 今晚就能到达多古拉埋谷城堡 不过到达后还要进行实力测试 埋谷城堡如今是重要的战略地点 是获得元素水晶的地方 所以特意建起城墙 将整个地区围了起来 周围还驻扎了高级战士军队 防止哪天恶魔从里面跑出来 我询问司徒流跟我一起去不害怕吗 那可是武器战士才敢染指的地方 吉耀堂不放心我 所以让司徒流跟着 没一个绿合恢复系战士在身边不安全 而且司徒流可不是为了我 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吉耀堂让司徒流跟我一起升级 我点了点头 有慧荷兰也要接受特别训练 他们看起来很有冲净 司徒流表示自己是队长 介于我上次离队 所以他要看着我才行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司徒流马上就不满了 还以为我是因为房间里的事情笑 终于在傍晚的时候 我和司徒流来到了埋谷城堡 已经有很多战士们组成了小队打算进入 看到我只是一名四合战士 而司徒流失忆和战士后 战士们都惊呆了 我们不是渴望力量渴望疯了吧 还是说一对小情侣迷路了 估计实力检测都过不了关吧 我笑着看了他们一眼 看来我们被看扁了呀 这个男人代妹想去打恶魔 却被一群人拦在了门口 只因我是个四系战士 在场的所有人等级都比我高 然而我却丝毫没再害怕 四齐的傻子打肿脸冲胖子 红发蓝不停地嘲讽着 一个四齐的带着一个一齐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司徒流眼里满是厌恶 哪里来的垃圾呀 我让司徒流不用管他 当没听到就行 旁边的战士们窃窃私语起来 原来这是尤拉城米尔家族的乌托少女 没想到他也来了买骨城堡 乌托身后跟着的是六齐战士 是他们家族数一数二的雇佣战士 那人已经通过元素水晶得到了 合适自己的力量 在场的人都认为有六齐的护所 这次元素水晶是乌托的 乌托也是十分自信地爆出自己名字 他们米尔家族可是尤拉城最大的战士家族 那个长发的小妹子 听哥哥一句劝 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 乌托表示自己身边 还有个私人医疗师的空位 可以破例留给司徒流 然而司徒流里都没理他 自顾自地跟我说着话 这可把乌托给惹怒了 自己看他还算个美女猜给他脸的 司徒流也不满起来 表示自己也没给他脸说话 整天把家族挂在嘴边 自己就是个废物 乌托一把甩开身旁的美女医疗师 朝着司徒流就冲了过去 他一根手指就能碾死司徒流 司徒流站在原地没有动 自己虽然实力还不够 但也从来没怕过事 乌托毫不犹豫发起攻击 要好好调教司徒流 我一个剑步上去挡在司徒流面前 抓住了乌托的手 乌托被我制住停了下来 让我赶紧滚 不让开的话他要连我一起解决 我对着乌托淡淡开口 乌托少爷是吧 今天是你挑衅在先 如果动手了传出去 对你们家族影响不好吧 况且在这个地方闹市 守卫恐怕不会让你进买谷城堡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呢 乌托大骂一声 刚想继续发起攻击 身后的六骑战士大块头就走了过来 表示我说的很对 能来这里的战士都多少有些实力 就算乌托想教训我们也不急于一时 顺利进入买谷城堡最重要 在里面什么事都会发生 乌托马上就明白了大块头的意思 甩开了我的手之后 带着手下们先离开了 大块头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脚尖狠狠地往地下踩去 悄悄是放了自己的元素之力 地上的土块浮了起来 我速度极快地出拳 几招之后放下手 司徒流询问我怎么了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说是打蚊子 现在可以去和燕了 接着悄悄把手背在身后 收回了金元素应付的能量 大块头看到后很不可思议 我用手就能拦下他的土元素攻击吗 应该被当场射穿才对啊 大块头马上告诉乌托 要改变米丁的元素水晶争夺者云丹了 大块头认为我才是最有威胁的争夺者 我的实力绝对不止四起 大块头看不透我的实力 打算找个机会将我杀了一出后患 而此时我和司徒流来到了买谷城堡前 同步率检测已经过了 我没想到司徒流居然提升的这么快 这段时间同步率已经提升到42% 但负责检测的妹子还是有些犹豫的 不想放我们进去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等级实在太低了 城堡里最低也是三奇恶魔 我们真的确定吗 但是妹子表示从来没有低于武器的战士进去 她好心提醒我们 元素水晶只有城堡内特殊的恶魔才有 而这种恶魔一段时间只会出现移植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恶魔 还有众多实力强劲的战士争夺者 甚至活下去也是个问题 即便如此我们还要进去吗 我认真的点了点头 我们的目标可不只是活下来这么简单 妹子听完后终于决定放我们进去 司徒流也松了一口气 传闻中九死一生的埋骨之地 本应该害怕才能 但自己却很平静充满信心 仿佛只要有我在 就有无尽的勇气